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后人的每周讲座 今天呢我和徐老师呢来讲 这个暑期实习 它的重要性必要性还有可能性 希望呢能把这个内容的讲清楚 首先呢暑期实习呢 它是升学和秋招的一个台阶 但是你想要去到这个更好的这个硕士 我们有统计在对这个各大CMU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个硕士项目 学生统计没有一个录取的学生是零段实习的 有零段科研的没有零段实习的 所以呢它呢是你这个进入名校硕士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另外呢你如果是要是去就业 大家我知道都想去花旗银行 都想去亚马逊去工作 那么你没有以前的实习经验 那么是不可能能够一步登天去找到这种很好的工作的 所以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台阶 就是不怕你的实习的这个公司小啊 职位低啊 只要是和你的专业相关的 那么呢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踩 这样呢你才能够上岸 那美国的暑假非常的长 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 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去选课 可能听我讲座的很多的家长都听我讲过 我是很不赞成这个暑假选一大堆课 然后早毕业 这样的话呢对学生的没有什么好处 尤其是本科的学生 我这次回国呢也遇到很多的这个家长 做了很多的沟通在五个城市呢有讲座 现在的家长的学生最大的一个诉求呢 就是希望在美国上岸 就是毕业之后呢 前三五年呢在美国发展 那么你想要前三五年在美国发展 你就要找到一个能够接纳你 能够这个认同你 认同你的价值 而且给你付工资 给你办这个工作签证的这样的一个雇主 把你的签证的形式呢 从这个所谓叫非移民签证 学生签证叫非移民签证 变成移民签证 就是工作签证 那么你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实习 要能证实自己的价值 徐老师呢待会也会讲 暑期实习对严谨生申请和秋季招聘的 这个很直观很直接的关系 这是有相关性的 我马上要发一个视频已经录出来了 正在同事正在剪辑 这个视频呢就是 所谓去名校 名校既不是你上岸的充分条件 也不是你上岸的必要条件 甚至进到名校 跟你能不能找到工作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不去名校也可以上岸 你去了名校 很多学生也上不了岸 也找不到工作 这不是说什么美国难找 中国难找 这跟哪难找不难找没关系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包分配的时代 也不是那种就是你拿着各大的毕业证 就可以到任何的这个公司去当个什么 总经理助理这种时代了 那么呢你就是要有你的实际的能力 不管你是不是名校 你都要有这个办法能证明你的价值 那你用什么办法证明呢 就是实习 不管是实习实训都要证明价值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很多的家长呢 学生呢 就是执迷不悟 这个把这个名校啊 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变成你的助力的东西 反而变成你的一个枷锁了 这个很不好 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徐老师呢 因为是在一线工作老师 所以他呢会讲一下如何来 来写你这个暑假的实习 你说叫包装也好 你说叫展示也好 这里边呢你适度的包装是可以的 但是呢千万不要虚假的夸大 虚假夸大到时候会出很多的问题的 面试的时候你没做东西 人家这个技术主管问两句就问清楚了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反而是失去这样的机会 所以呢这个怎么来说很重要 好下一页 我叫陈豪 我是后人教育的创始人 我呢现在呢是 主要的经历呢是在这个F1Hire 就是后人求职的一部分 这个帮助呢中国的学生 国际学生吧能够求职 那么呢后人求职呢 是这个徐老师呢 是主管我们的这个导师的这样的服务 包括像快车道啊双螺旋呀 这个时讯呢科研呀 主管这个方面 那么呢 我们这个F1Hire一海头 那这个软件呢也是后人求职的一部分 是通过软件 通过技术通过数据 来帮助这个国际学生 来这个求职 现在呢很多的学校都购买 这样的这个软件 如果你是南加大的学生 如果你是波士顿大学的 是这个Washu St. Louis的 是Talsa UNT Central Michigan 这个UNBC 这些学校呢你只要用学校的这个邮件 比如波森大学就 BU.edu 南加大就 UIC.edu 只要用这个注册呢 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软件 你自己用也不贵 这个不到十块美金一个月 那非常的好 是求职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软件 一个必备的工具 那你说呢是不是我有这个工具 我就能找到呢 是不是我怎么样就能找到呢 这都没有 这哪一个都不是所谓叫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意思就是 我有了A一定有B 不是的 这个现在呢 你就是要花尽所有的力气 再多加20% 你才有可能能够上岸 我们的快车道 我也告诉很多的同学家长 家长上来就说 你能不能保证我找到一个工作 我就是在帮你在美国的公共的市场 去来竞争这样的职位 所以我们的快车道的同学呢 经过一轮这样的这个简历啊 投递啊 面试啊 整个的一轮 那么呢 有大概40%的学生可以上岸 我希望你成为这个40% 那么呢 这个上岸是每一个同学自己的这个事情 现在就是要接近全力 也不要这个这个气馁 也不要松劲 就是得要得要上 这个我这个前天还有一个家长和孩子 找我来咨询 这个孩子呢 反正去遇到了一点波折 现在呢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我就告诉他 你这个波折多了 你这才是才是刚开始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是将来在美国工作 还是想要回国工作 还是想要读博士 还是想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在我的这个经验里 我是95年来的美国 说实在的 想留在美国的人都留下了 就看你的这个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这个决心够不够大 最后呢 其实都能够混出来 但是呢 你的这个意志要强 要这样自信 要做对的事情 要早开始 这三个方面 我们后人求职都愿意来帮助 哎呀好 我说自己说太多了 来 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徐老师 需要 你自己来讲 好的 OK好 我们每周的讲座呢 其实求职的讲座也频率非常的高 我们会在每一年的各个的时间的节点呢 都会出相关的讲座 比如刚才申请OBT的时候 有相关的讲座 比如春招秋招的这些时间点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这个时间点主要是处在 春招的话呢 已经基本上进入尾声了 有很多的职位 发布的这个频率 还有次数呢 都是在呈下降的趋势 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 在咨询我们找工作快舍道服务的同时呢 也就会直接有一个保底的一个选择啊 就是咱们暑期有没有这个 就是刚才我看到这个直播间也有在问啊 就说实习的这个推荐 应该怎么去让自己的暑期呢 至少是有事情可做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也是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 咱们就要去考虑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在公开求职市场上 想要继续啊 这个继续去努力的话呢 可以就是说看一下这个夏天 咱们做完实习之后呢 这个秋天再怎么样去 努力的再去寻找明天夏天的这个实习啊 所以他这个时间赚的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今天就是来主要讲 是这个夏天聚众可以去做的事情 OK 后人教育呢成立在 2010年到今年的已经14年了 我们呢一直的坚定的认为呢 这个全人的这样的一个 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是说呢 我就考个ICT 我就拿一个录取 我就进某一个学校 你拿到录取进某一个学校 只是你的这个学业的一个开始 那么你是美高也好 美本也好 美颜也好 你拿到录取以后 你还面临着第二个阶段 就是你如何把这个学上好 对吧 那这里呢 你涉及到选课啊 选专业啊 了解自己未来的方向啊 在学校校内的活动啊 甚至有的同学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这个开除啊 劝退啊 或者以前埋开的雷啊 要要去排 对吧 这个学术进击 那么这些呢 都是你在这个学业当中的事情 所以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海外的支持 对吧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求职 你所有的学生 你最后的这个结果 最后的这个 终极都是要就业 没有人是一辈子失业 但是呢 很多人呢 是迟迟就不了业 那么你在中国呢 如果就不了业呢 你可以在家先待着一段时间休息 但你在美国呢 如果就不了业呢 你避了业以后 超过90天这个失业期 你就没有办法来这个 这个 留在美国 那么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现在为什么 很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 超级焦虑呢 就是以前的 大家的一个行为 一个认知啊 就是我避了业以后 我直接回国 尽快回国去找到一个工作 我们家里有关系 我怎么样 这个 我在美国呢 就是一个 这个过客 对吧 那么你这种想法的话 那当然就是早毕业对你有利 什么在美国呢 你多 多体验对你有利 你去名校有利 但是现在呢 这个逻辑呢 变过来了 大家不是一毕业 这个 这个收拾包 就直接回国了 不是 而是呢 都想着呢 能在美国 能够 开启你的 你的这个事业 这也是美国的 这个 这个移民政策 所允许的 这个OPT 就是为了干这个的 那么呢 你在美国呢 你也能有 咱们就说实际的 你这个挣钱 挣的 挣的更多 对吧 工资更高 这个也不用996 生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平衡 比如说996啊 那你在这儿就就不太不太有这种可能 除非是什么这种这种 硅谷的这种这种科技上市公司啊 什么大家都都被钱催的呀 可能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很多家长他 因为人生活在中国 你意识到意识不到这一点 但是很多的这个 在海外的这些学生 他只要在这待了半年一年 他就很深刻的认识到一点 他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对他更好 那在美国上岸 你就要遵从美国的这个逻辑 什么国内的这种 七七八八的这样的这个求职的这个逻辑啊 他就不一样了 这个而且在美国整个的一个新的生态的系统 比如我这个F1Hire 这个这个 我们对五个美国最大的求职平台 做这个加速处理 就是你去搜索的时候 你看到信息就比别人看到的信息要多十倍 时间就能节省非常多 就是我就不需要去来挨个去 调查这公司的背景 我们帮你把公司背景全调查清楚 这公司有支持不支持 CPT OPT 支持不支持这一串币 半没干过绿卡 他办过的这些这些人 什么职位 挣多少钱 从哪个学校毕业 从哪个专业毕业的 这些数据我们全有 而且呢 这个职位 他支持不支持这个学生的身份 这些东西一目了然全有 那么呢 你就有这样的工具呢 你就非常方便 非常这个效率提高 对吧 你的效率比别人提高十倍 那当然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大很多 但是呢 这五个网站 我在国内呢 讲座的时候 想来这个展示一下 包括呢 这个LinkedIn 谷歌 Job Indeed Handshake 和Glassdoor 这五个里面 有三个 在国内都根本上不了 就是这个 那你 它是美国最主流的 这个求职的网站 就跟 就跟你在 你在国内找工作 你支联招聘 什么boss职聘 上不了 你说你能找到工作吗 对吧 那么呢 它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像这个 我们徐老师 他们来帮学生来做这个快车道 这个服务 那这个 这简历 很多的这个学生说 我这个简历是 这个 想这个 一简历两用 在国内也用 在美国也用 完全不一样的格式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内容 在美国简历 你要是敢把照片放上去 你立刻这张简历 就是个废纸 根本人家看都不看 国内你敢不放照片 你这个 这个 没人会要你 所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在美国找工作 在美国上岸 就要有美国的逻辑 所以呢 你只有 学业成功 加上就业成功 才是你这个孩子的成功 好 下一页 那么这个 我们后人呢 这个 三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 后人的这个 升学 后人的海外的支持 后人的海外的这个 求职 还有呢 如果要是有 学生和家长可能知道 如果要是 遇到这个 开除啊 劝退啊 什么代写代考啊 这些情况 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 你或者你的 你的朋友 室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 第一时间来找后人 我们有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 学术的这个 学位 身份 申诉和补救的 这样的服务 孩子可能都会犯错误 有的时候 这个不光是 好学校 坏学校 好孩子 坏坏 都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呢 咱们就来改就好了 好 大家可以关注 成长收留美 好 我呢 先来讲一下呢 这个暑期时期的这个必要性 暑期时期必要性呢 大家呢 最先呢 要来这个明白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你要告诉我 你到底想在中国上岸 还是想在美国上岸 这个 前几天呢 有一个这个同学呢 就就说 啊 我70%的肯定在美国上岸 30%肯定在中国上岸 而且呢 我呢 在中国呢 这个 我还害怕丢了这个 叫什么应届生的这个 这个报名资格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说 你甭管在中国上岸 还是在美国上岸 这都是你要花 全部的精力 再加上20% 才能够达到的 这任何一个目标 你如果想 两个目标都达到 那么呢 你可能哪个目标都达不到 就跟你这个 高考似的 对吧 你上大学 你是高考体系 去准备高考 花上一年一年半的时间 还是说呢 你是准备ICT 准备考美国的这个本科 进入美国的本科 这两个是不同的体系 你说我两个都要去争取着 那你可能两个都没有做到最好 或者都没做成 可能你你专门精力 专门做一个 你还做成了 所以呢 我跟他的讲法就是说 你要尽全力在美国上岸 对 他还是想要在美国上岸 你说美国上岸实在不行 到时候呢 你90天 比例也90天 咱就是没找着 对吧 咱们这个 他这个这孩子是大四毕业 我说呢 你就是大四毕业 这个暑假实习 延一的暑假实习 然后呢 延二你去找工作 如果90天真没有找到 那咱们那个时候再回国 也可以 但是呢 你要全力以赴 美国上岸呢 看四个因素 所以我告诉大家呢 这个名校啊 并不是一个上岸的一个充分条件 或者必要条件 他不能说什么条件都不是 就是他不相关 这四个因素是什么都给数数啊 第一个因素呢 是你的这个 这个学位 就是你是高中生啊 本科生啊 硕士生啊 博士生啊 这个学位 有的职位 他是要求你有一定学位的 但是学位呢 在美国呢 并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知道 这个软件最厉害的公司 就是谷歌 谷歌有12%的工程师 是没有任何学位的 就是连一个本科毕业证 学位都没有 你甭说是哪个学校的毕业证 对吧 那么你是在哪个名校 他就是学位的一部分 OK 第二就是你的这个专业 对吧 你是学会计的 你是学图形设计的 你是学这个 这个生物的 那么你得这个东西 你得做的好 对吧 你做下来这个活 你能干得了 那么人家是要你的这个技术 就你的专业要对口 你要有专业的这个训练 你说呢 我一会儿学点商 一会儿学点工 一会儿学点 学点这个艺术 到最后你能做什么 你说我能去跟人咨询 你个这个毕业生 没有任何的经验 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咨询 对吧 所以呢你要有你的专业 专业的这个能耐要强 这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排名 上次讲座讲过 这个CMU呢 是在美国的中国籍学生 这个群体里面上岸最多的 这是移民局的数据 这不是我们我们讲的 移民局第一多的是CMU 第二是南加大 那CMU我的一个朋友 在这做这个教授 这个右脚本科教硕士 他呢就说 我们CMU就是要把你这个活给干好 让你把这个活干好 所以我一个东西 我让你用C编一遍 编一遍 用Java编一遍 用Python编一遍 就是让你这个工作做的这个技术 非常的娴熟 那你这个就业方面的 我就是要让你这个 暑期要去外边去实习一下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我都希望你去实习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设置 对吧 学校就是要把你这个功课给做好 对吧 你实习呢 把你这个公司的事情给做好 不要混了 有的人说 我得先刷完题 再去找工作 这就混了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你刷题这些东西 在很多时候 其实呢 就是看你的这个基本功够不够 基本功是要在学校里来掌握的 而且刷题呢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考题呢 很多时候他也看你的思路 对吧 这个有的 有好多印度学生讲这个面经 问你一个这个题 他可能当时不是那么全会 他给他讲讲思路 最后人家觉得 这个孩子思路还不错 也要了 所以呢 这是这是第二个因素 是你的这个专业 第三个因素 是更重要的因素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是逐次上升的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 你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一起工作 你是不是有这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你是不是有这个肯干 踏实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一定是通过面试来考察的 而且他的这样的经历呢 一定是要你在课外的东西的 你别说招了一个人 把这个我们组的人全惹一遍 别人都没法好好干活了 这个这个肯定不行 好 第四个最重要的 就是 你能不能给我挣钱 对吧 你们能把我这活干出来 让我的客户满意 对吧 你在学校的逻辑呢 是学到知识 对吧 教授觉得你这个知识学对了 就给你个A 你在这个公司里做工做东西 这不是说我这个活做好就得个A 对吧 你得你得让教授要这个这个客户满意 你才能够能够这个公司才能够生存 才能立足 对吧 那你能不能做这件事 那能不能这件事怎么来看呢 那就是看你实习的经验 你在以前这个实习干过什么 那个实习干过什么 那个实习干过什么 你是不是靠谱 而且呢 是不是能够这个被核实 你做这些东西怎么样 对吧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这个 四个因素里面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呢 我进了哥大 进了约安霍普金斯 甚至进了CMU 我就一定能够上岸了 没有这样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 一个联系 那么呢 所有这些条件 全都是你在 你在准备 你的更好的这个条件 没有一个条件是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就是我有了 一定有B 这叫充分条件 这个这个 可能很多都是必要条件 我说的这个 刚才这四个 全都是必要条件 你有这些条件 再加上你更努力 你这个 更多的这个投递 更多的面试 更好的 有这个简历 那你才可能找到工作 对吧 那么暑期实习呢 老师我们稍微等一下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先回答一波问题 刚刚等下集了 好 我们先回答一下 就是报名表上的 就是已经留好的问题 我来念一下 研一的学生 在学校已经有比较好的 两个实验室的项目 暑假呢 可以继续参与 这两个项目 有在相关平台 发表论文的打算 想问 这个暑假 是在实验室 继续两个项目好呢 还是去外出实习好 哪个对将来的就业更有利 专业是健康数据科学 你先讲吧 然后我来讲 好 是这样 就如果说咱们现在都还没有 就是说这个去找工作啊 就找实习 还没有开始这个动作的话呢 那可能大概率就是 如果咱们在公开求职市场上 求职拿到的可能性呢 已经就微乎其微了 就比较少 比较小了 所以你现在有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机会呢 也是挺好的 就是说咱们起码说 这个夏天是有事可做的啊 当然啊 这个结尾呢 它是落在了对将来的就业更有利 就是就业的话呢 一定是实习更有利 那么科研的话呢 是对你之后的学术发展是更有利的 咱们就得看 如果你已经是研译的学生了 我如果没有说 我要去将来读个什么博士呀 或者说我毕业 我就要是进实验室啊 我就要往学术的道路上去发展啊 就如果不是这个目的的话呢 那肯定还是啊 就是公开的这种啊 求职市场上的这些职位啊 就是这种行业的经历 是对你来说最有用的 嗯 好的 这个徐老师回答的非常好啊 非常的全面 嗯 这个也呢 这个讲的这个逻辑呢 也很清楚 嗯 但是最近呢 我们有这个家长啊 老说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老师呢 这个说话呢 太温柔 这个没有告诉你一个 应该是做A或者是做B 其实呢 徐老师刚才讲的呢 呃 这个逻辑其实告诉你了 你如果是就业的话 你是应该去外边实习的 因为呢 你这个这个实习呢 对你的就业更有利 但是呢 他也说了呢 如果你什么事都没有干 你实习完全找不到 那你呢 这个做科研也强过 什么都不干 对吧 所以呢 呃 有的家长可能是听我的讲座 我的视频 我说话呢 可能是比较比较这个直接 嗯 直接呢 有时候也有好处 有时候也不好 对吧 我有时候直接呢 这个有的家长觉得受伤 昨天呢 就有这个家长呢 就说哎 你这个怎么 就是好像是怼到他了 但是呢 嗯 这个直接呢 可能有直接的好处 你就 你就 往这个方向走 就对了 那么呢 这个情况我再来用我的这个直接的方式说一次 OK 如果你想要在美国就业更有利的话 如果你的目标定了是就业而不是读博士 如果你你的目标是就业的话 那么你要出外去实习 你不出外实习 你在校园里的这个科研呢 他是对刚才我说那个四点 对前两点是有利的 对吧 我这个活能够做的好 但是呢 你了解不了这个公司的这种这种逻辑 那么呢 这个呢 公司呢 是是觉得呢 是不会太太愿意要你 你跟同样的人来竞争 不会太愿意要你 那么对这个健康数据科学这个领域呢 可能呢 他偏学术性多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要想在一个公司里做学术的话 你大概需要博士的学位 如果你就是一个这个硕士的学位 或者本科的学位 你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那么你这个科研呢 对这个就业的这个好处 是没有实习对就业的好处的 所以你这个情况 我建议你是这样 你齐利找马 你这个这个暑期的科研呢 你也先这个这个答应着 然后你同时你要去全力去找你的暑期的这个实习 如果你找到暑期实习 你就赶紧去干暑期的实习 如果呢没有实习那你再去做科研 好吧 所以呢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这个正确答案的 我跟徐老师说的这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答案 只不过呢说的这个这个这个语气不太一样 好吧 好 徐老师接着讲 好 下一个问题是墨尔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啊 能否找到大厂实习 那你问我说墨尔本中学的人能否考上清华 那就看你本事了 墨尔本中学考上清华可能比较容易啊 你说这个蓝电厂中学能不能考上清华 那当然是看你本事了 对吧 大厂人家也不傻 人家给钱又多 人家干的东西又又又又又奸又有名 当然需要最好的人了 对吧 你要问的是能不能找到实习 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这个更好的实习 或者适合你的实习 对吧 所以呢这里边是要看你的你的你的本事 好吧 下一个历史专业的实习和职业发展 威斯康辛历史专业 对对 历史专业的实习和职业发展 非常的困难 我们有一个这个排名呢 是美国的各个专业 他的这个最后上岸拿到绿卡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排名 那么最多的就是计算机科学啊 计算机工程啊 WEE呀什么这些 那么这些都是都是那么一年中国就中国学生啊都是两三千个上岸的 那么到了这些这个文史类的那就是真是个位数十个十几个 所以呢如果呢你要是真是喜欢这个历史的话 可能呢你要去考虑读博士将来教书 我也告诉大家呢 在美国的这个理工科的博士 历史还不算是理工科的博士 那理工科的博士呢 有90%都是留在了美国工作 这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表的这个这个数据 就是从2000年到2015年这些年的数据 那么呢你说你历史的这个专业 你要是想实习和职业发展 很有可能呢你是要读这个二硕或者要这个转行的 转行多少说其实是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去转一个这个就业比较好的一个专业 你要光凭历史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呢 还是非常难的 可能有一些像图书馆啊 什么基金会啊 或者中小学啊需要 但是确实是非常难的 好吧 对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博物馆啊等等的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文科的很多专业呢 就是说当然你真心喜欢肯定要去学 但是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在真心喜欢的这个前提之上呢 先去了解他的一个职业发展 就是我会觉得啊 就是学文科的学生一定要更比其他任何学理科的学生 要更先了解职业是如何去规划 然后如何去发展 然后如何去找工作 以及你学这个出来之后你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如果说他可能从小就说我是在博物馆看到很多人在讲解历史 我非常的喜欢我去学了历史 如果是这样倒退回去去选择历史的话呢 他找到工作的概率就会比 比如说我可能其他的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感觉历史好像还有点意思吧 我先学学看吧 就比这样的这个因果关系要来的 就是说还肯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要大的 就因为文科确实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发展里面的话呢 他不管是工作量来说 还是确实上岸的比例来说 我们单看数据啊 当然没有说哪些专业好或哪些专业不好 就单看数据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发展的一些这个瓶颈 但就是这个就需要我们更早的去认识到 然后去更早的去发挥自己的兴趣 而不是说为了学而学啊 那这个就可能很难 OK好 我们下一个是实习的节点都在什么时候 该怎么寻找实习宾州州立CE专业 这个是那个什么 就是我slide下一个就要讲 OK好那我们可以先留一下 来到那个历史我再说一句 这个学文科呢确实呢是很难找到工作 但是呢不是不可能的 我也看了一下我们公司这个同事 嗯大多数都是学文科的 咱们专业啊对 专业都是学文科的 但是呢呃你看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看你的这个这个是否是否努力 对吧 那么呢你就更努力就是了 好吧 下面 好秋季读研想留美 秋季读研想留美怎么暑假和读研期间 怎么安排实习两年的研究生 呃纽大的经济学 我马上讲马上讲待会slide讲 嗯 嗯好 然后先下面是这个直播间 这个大家提问啊 啊美国前30哪些学校对中国学生来说 伸研相对容易一点 嗯 我刚讲的一个视频 这个就是中国学生美国读研 他有一个sweet spot 就是有一个这个又是名校 又这个对中国学生这个这个 这个友好又是能招很多中国学生 这些学校大概呢是在 第10名到第40名之间吧 这些学校你说真到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什么加州理工mit斯坦福 这个呢还是比较难一些 那么呢从这个实名开始 比如说这个这个约云霍普林斯 各大这个这个 这个NYU WASHU 像RICE 像这个BU 呃 对中国学生都很友好 包括所有这些UC UC Berkeley UC Erwin 呃 呃 这些学校都很友好 所以你申请这个硕士进入CMU这个级别的这个学校 他难度就是本科的三分之一 博士呢就是他本科的这个这个难度的这个四倍 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呃 这个申请到美国的前三十的这个学校 咱们就说前五十前四十吧 因为NYU和和这个东北是属于是在三十几步的这个学校 那么呢 嗯 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一个事情 呃 并不难 对吧 你说呢我就是就是要进个前一百 这个很现实的事情 但是你你的问题要问是什么 你你问题呢是说我我读了这个前三十我要干什么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对吧 我进了这个NYU进了哥大进了约翰霍普金斯 不是这几个学校不好 这学校非常非常好 进了以后读了学位 甚至读了两个学位 找不到工作 你怎么办 所以呢你要看你想要什么 你的目标是就是名校 你还是目标是为了上岸 这些问名校的这些家长呢 他其实呢他认知呢还是低了一步 因为他只看到了这个名校 他期待的名校呢 是我就业的一个充分条件 我只要进了前三十我就一定能就业 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非常不大 我举一个反例就知道了 这个 有一个这个印度学生很多的学校 叫中央密苏里大学 这个学校我以前都不知道 去年的数据里有700多个印度学生 从这个学校上岸 就是就是最后这个雇主给他办绿卡 这个中国去最多的这个学校上岸 最多的是CMU南加大 这也就是七八百个学生 这个学生700多个印度学生上岸 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 对吧 那这个学校是前三十吗 他可能前三百 前两千 不能说前两千 前一千可能到不了 对吧 那最后人家就上岸了 所以呢这个名校前三十和前三百 这个跟上岸 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 不能说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能呢 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关系非常少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目标呢 就是在这个前三十 那么呢 是能达到的 对吧 这个呢就是你进名校 和你想去名校 和名校想收你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游戏 对吧 你现在认知就到了名校 那名校就来就来要你 因为名校收你 给你个学位 收你学费 这是他们成天干的事 这是他们很容易的事情 但你说去了哪个学校 这个学校能帮你上岸 这个学校能让你这个最后就业 这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这个跟是不是名校没关系 甚至呢 在很多时候越去名校 你越不容易上岸 因为名校人都在研究科研 都在做这个这个拿诺文奖 都在做这些事情 人家就不想这是如何找到一个工作 对吧 人家都不愁这个工作 对吧 那么呢 你去了去干什么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拿了名校 就能回国 就能够自动找到工作的这个时代了 所以呢你想要干什么 好吧 问这样的问题呢 可能呢 我觉得你的这个认知呢 还是这个停留在这个两年以前 没有在2024 你的认知还在2022 好吧 好 下面 后面两个问题呢 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 我先念一下 如果有突然问题了 这个家长朋友们 咱们稍微等一等 请问会有实习信息提供部 请问有CIS的数据实习推荐吗 我们等一下来讲 OK 我们现在这个 程老师 我们先往后再讲讲PPT吧 然后我们再停一下 再回答问题 好的 刚才那个家长问说 这个节点都是什么 这个数据实习呢 他对本科有三个节点 对这个研究生有两个节点 我挨个人一讲一下 对于本科的节点 就是大一暑假时期 大二暑假时期 大三暑假时期 这三个实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多这个双螺旋的学生 刚才有一个家长说 刚签了双螺旋 很好啊 恭喜你 我们最成功的这个学生都是在这个 比如说都是在就是是在这个双螺旋的 为什么呢 他很早就可以给他这个规划 你这个找工作这件事啊 我为什么跟你说跟名校 他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他跟什么是直接关系 他跟你是不是有行动 行动是不是够早 是不是对自己有很深的这个了解 知道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你暑假 你大一这个暑假就非常重要 有人说哎呀 大一我暑假没找着这个所谓大厂 没找着微软的实习 没关系 你能去一个小厂 能去一个地方给人打杂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你在这儿这个实习了以后 那么你就知道哎 这个行业我是不是愿意 这个专业我是不是愿意做 呃这个呢 对你这个排除也好 对我这个大一结束的时候 我来选这个专业 呃或者呢 我来定将来我是不是要读博士啊 是不是本科毕业要工作呀 本科毕业还是读硕士啊 对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大一的还有就是要不要转学 对吧 那么我在大一的这个结束的时候 这些东西通过实习呢 能给你一个反馈 好 那到大二的实习 大二实习呢 你这时候专业已经定了 已经学了一定的这个专业的课了 虽然没学很多 但是呢 你可以在干点事 那么呢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这个呃 去实习 那么呢 可能也能创造一些价值 那么呢 很多时候大二实习了以后 哎 这个公司大三 暑假还要他 那大三去实习 那么呢 呃 很多人就这时候拿到return offer 对吧 你说呢 我return offer 这个这个公司不是亚马逊 行不行 你先拿着 然后你再申请亚马逊 对吧 你申请申请上了你就去 申请不上 你就不去就完了 对 呃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很好的 然后这是本科的三个阶段 然后呢 这个本科没有大四实习 因为大四实习 你或者就去工作去了 或者就是这个研究生 所以呢 你这个大四实习呢 算是叫研钱 哦 这写错 叫研签了 研钱 就是 很多学生 对吧 我是想直接读完 那么大我大四就申请到了研究生 那么你这个暑假一定一定要实习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读研究生期间 你甭管是一年的 还是一年半 还是两年的项目 你其实只有一个研一的一年的暑假实习 然后你完了以后 你就直接就就踢出去校门了 你就你就读书生涯就结束了 你就要去工作了 对吧 那么呢 你这个 这个大四和研究生之前这个实习 就如果你是没本的话 如果你路本呢 那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是没本的话 研究生之前这个实习是很重要 这个暑假 然后呢 研一的实习 这也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节点 在这些节点 你就要干这些事情 你如果不干这些事情 到时候呢 你在这个毕业找工作 你就会抓虾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对 我说了呢 这个名校和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上岸 它又不是充分条件 又不是必要条件 对吧 这个说起来比较拗口 就是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它有相关性 但是它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这个美国实习 是美国上岸的必要条件 就是说呢 你如果在美国不实习 你就在美国上不了岸 这个是 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也固人 对吧 我们固人 我们也要看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实习呢 是美术的必要条件 这是我们有统计的 我刚才说过 很多那个来听我们讲座的这个家长 都看到我们经常有一个数据 就是CMU这个这个西北和各大三个项目的 他的这个学生的以前经历统计 那就是这个实习 至少是一段实习 甚至有很多学生是两段三段实习的 所以呢 这个对于上岸来讲 不存在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就是我干了哪件事 一定能达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个人持续努力 你才能创到这个充分条件 好的 那个下面徐老师讲 好 那咱们这个暑期的话呢 来就是说来再讲一下 确实实际上我呢 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首先就是可以去有一些夏季课程 这个刚才程老师有讲过 他个人很反对 这个当然也看什么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 你可能在一些低年级的时候 这个本科期间 你想去提升一下GPA 因为GPA的情况它是这样 就你越早去提升它呢 你的压力是越小的 就你比如说 你在大一的时候想去提升它 你在大二的时候想去提升 和你到大四 你到了快要去申请这个大三 要去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你要再去提升它呢 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要 这个算这个基数的 所以你要加全的 所以你呢 这个早期的时候 你说我可能一下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没有太适应 这个大学的这个学期 GPA不是很高 那我为了这个给自己后面去铺路 我要去申请这个研究生 那我就先来这个下期 我先选选课啊 然后这个去排解一下 自己其他学期的一些压力 然后因为你下期的话 你课也不多嘛 然后你可能就是说压缩一下 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 就能去修一两门课 那这样去提升一下GPA 这个是OK的 这个后面这个 可能你再往高年级的话呢 你就要去升重了 而且呢 你去修这个下期的GPA呢 如果你是为了去提前毕业的话呢 这个其实陈老师也讲过非常多次啊 是我们是不是建 不太建议这样去做的 当然也就看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提前毕业 是为了去更早的去进入这个研究生的申请 那可能也还行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你只是为了我就是想要快速的读出来 但是你完全没有考虑过 说读出来之后 我的这个求知这个方面 是怎样去考虑怎样去规划的 就是没有后续的这些规划 只是想要提早的完成 这个就不是很可取了 因为你给你这么长时间 就比如说咱们正常都是四年 那你每一年的这个假期 就像刚刚常说的 每一年的假期都应该有今年的假期 该去做的事情 那你提前的去修课 去毕业的话 你等于说把这个周期都压短了 但是你这些该做的事情 有没有做完 如果没有做完的话呢 那其实你后面的这些所有的规划呢 都也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我们不太建议提前毕业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咱们就可以去利用这个暑期 去做一些科研的项目 刚才有家长都在问啊 说这个科研项目的话 OK 后来提示我要慢一点 有点快 OK我慢一点 这个说话确实太快了 好科研项目是这样啊 科研项目的话呢 刚才已经给一位家长 有这个分析过 到底是应该去参加科研 还是应该去参加实习 如果说低年级的学生呢 我们都会建议说呢 参加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个是增加你的学术背景 再一个呢 有很多的学生在本科期间呢 都是有比如说要转学啊 或者是研究生申请这样的规划 那么你的科研呢 是对于学术的这种增长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人家就是要看啊 你的GPA 然后看一下你的科研的经历 是你跟啊 这个教授啊 在学术的范畴之内 都有做过那些事情 啊啊还有一些学生呢 他这个GPA呢 可能说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 可能就是要中等 比如3.3 3.4左右啊 那你去参加一个科研项目呢 其实就是证明给其他 你要转学的学校 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呢 给他们去看 你的这个学术能力 是足够的啊 因为你看我都跟教授 一起去合作了 你看我做的这件事情 有哪一些啊 你给它列出来啊 就可以去增加你的学术背景啊 那这就是科研项目 能给学生带来的这个好处啊 尤其是你要转学 尤其是你要去决定啊 已经决定好 你要去申请研究生的话 课研项目是必备的 那么再加下来 就是说你这个暑期实习呢 啊也就是要啊 暑期就可以去做实习 那么实习的话呢 它就是如果咱们的最终目标 就是为了去求职 你的实习呢 就是去增加你课外 这种实践的精力啊 为你之后的这个全职的求职呢 去铺路啊 那这个就比如说你从大三开始吧 大三大四 然后大四的这个暑期啊 然后研一啊 你基本上你在美国正式研二 毕业之前的话呢 你的简历上有三段级三家 就是三段级以上的 这种实习美国奔土的啊 实习经历的话呢 你的求职才能说啊 是有一定保障的啊 全职的这个职位 就要不然的话呢 全职的职位如果你简历上 一个是首先咱们没有实习 咱们都是学校的项目啊 来说的话全职会比较的困难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学生呢 他是啊 一直都是国内的实习 这个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就是你起码 你要不就是国内有一点 国外是他的这个数量 是比国内更多的 这样呢 顾主他看到的也会觉得说 OK你在美国的这个职场 起码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啊 你是知道怎么样 在美国的职场里面去工作的 因为国内对于他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差别啊 还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最好呢 就是说按照咱们的实际的规划呢 就是你有至少三段啊 美国本土的实习 是为全职去铺路 是最好的啊 那么还有一些活动啊 就是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志愿者啊 还有一些社区的活动啊 社团的活动啊 就这种啊 这个对于专业要求比较低的课外活动 也是可以去参加的 但是呢 就仅限于说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 去丰富一下他们的背景来说 是有用的 就如果说你已经到了高年级 咱们再去参加这些专业知识 要求不高的课外活动的话呢 其实要这个用处就不是很大了 因为我们在给不同阶段的学生 去改简历的时候啊 就比如说你大一学生的简历 你上面去放一些 你高中时候做过的 这些志愿者活动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因为确实你的这个本身的 整个的活动的精力 你加起来 可能连一页的这个简历 你都凑不够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想办法去让 你的简历 首先是要比较的丰满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别人看起来是 你很全面 就是你这个学生呢 面面去到啊 你不仅只关注学术 你也关注课外活动啊 你的是全面发展 是这样一个形象 那么如果你到了大三大四 再去找课外的这种 这个实习的时候呢 人家再看到你简历上有太多 这样跟专业性 关联性不是很强的 这种活动的话呢 它其实很难判断 说OK 我现在要招的这个人是要真的给我做事了 但你简历上写的呢 都是volunteer 对吧 都是志愿者 我怎么样判断你的专业性啊 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到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会要求学生呢 你要把这些活动你要提出下来 哎 你反而要去放的呢 一个是如果你之前有实习 那是最好的 其次就是你的这个学校的一些课程 里面这些大作业 对吧 你跟啊 组员一起合作的 或者你个人的一些项目 它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来你的专业性的技能的 这些活动是适合放在简历上的 那么如果你已经到了要找全职的这个阶段 啊 那确实就是 以前可能啊 这个有一些这个项目啊 就是你的这个课程作业里面的一些项目 可能都不太适合去写了 因为这些项目呢 它并没有实际的 比如说行业的数据啊 或者说真实的这些啊 行业真正在做的这种啊 在市场上要去销售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产品 就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啊 商业环境内的一些产物啊 你可能更多的是在公开的这些网络上面啊 去找的一些数据啊 或者说一些政府网站上面去找一些数据 就是它的啊 这个实用性 就是公司会想说 OK 它是做过这些项目 可是它没有参与过真正 比如说挣钱的项目 对吧 那公司招你 就是为了让你去啊 这个给公司去创造啊 这个这个利益的啊 那你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 OK 那他在啊 公司里面是怎样去工作的 所以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说服度啊 就又会降低 所以我们说 这些活动都是OK的 只不过说在不同的阶段 你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在不同的阶段 你该在简历上去囊括 什么样的这个经历 你为了这个简历啊 为了投出去之后 你找的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活动 都是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说这是一些思路 然后供大家去参考 看你是在哪一个阶段 你适合去做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OK 好的 然后这一页 陈老师你要讲吗 我先我先讲一下吧 然后你再补充 好 我有一个视频 这个有的这个家长看了说 这个比较受震动 就是有的学生啊 家长啊 他就是一个这个 等着被骗的一个体制 你的程度不高 学业程度也好 就业程度也好 不高 然后呢 你就说哎 我一定要去大厂 一定要去名校 一定要去清华 一定要去哈佛 那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说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能做到的就只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咱们往上走 你要给我时间 咱们的方向队 那么最后呢 你是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目标的 他说呢 哎 我不行 我就要这个现在就弄 而且呢 谁谁说可以 谁谁说能够给我保证进歌大 保证进这个谷歌 那我只能说你就找他就好了 你让他给你保证就好了 结果呢 后来就发现这些全都是骗人的 那么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招数 就是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抓住这样的心理来做的 对啊 比如说什么保实习 很多就是挂靠 挂靠是啥呢 就是我给一个公司钱 然后什么都不用干 然后呢 公司给你一个实习的这个这个这个身份 美国移民局曾经抓过 有这个一家中国人开的一个公司 叫什么叫叫pursue dream 还是叫什么什么dream 公司可能就仨人 就一间房间 他的这个实习生比亚马逊都要多 两千多实习生 那你说他他干什么吗 对吧 你说我们有这个后人我们求职有这个实训 那实训是正经让你做实习的工作的 正经干事情的 对吧 这不是挂靠 那挂靠是不可以的 PTA是什么呢 PTA叫part time assistant 就是个人的办事的助理 这个呢 这个呢 他不行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实习 他是这个这个个人挂一头卖狗肉 这个这个打着这个什么大公司牌子 在这个这个卖大公司的这种这种名字的 所以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你这所谓的这个导师 他也会被开除 学生也会被这个学校开除 那就这样的情况 学生找到我们 这个还是国内一家很厉害的一家很有名的一家机构 帮他做的 跟一家这个二湾的一个这个一个公司一起来合作的 学生去到什么什么美国银行去说是实习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那边的一个中国的员工 给他给他这个指导指导 然后就写成这个实习经历 你这就是作假 结果呢 被这个各大这个一个学生立刻开除 就是上了一半课开除了 另外学生是不予录取 那你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不是自己花钱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比较tricky的 就是你在美国远程做中国的实习 这里有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美国远程中国实习 你要得到这个美国学校的这个CPT OPT的许可 要学校要同意 因为你是在美国的土地上 做这个实习的工作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以前也说了 就是你要再想美国上岸的话 在中国的实习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没法核实 所以呢 这些呢 尽量不要做 这个 这个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学校是允许你做这件事 那么不是红线 那如果学校不允许你做这件事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的 那个徐老师 你再补充一下好吗 补充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如果说你之前已经参加过 像PTA这样的经历的话呢 你参加了就参加了 你就 你在简历上 你就不要把它写成实习经历 你把它写成项目经历 这个其实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 就是你只要不要 这个就是去把它 硬掰成一个实习经历啊 因为你你只要写成实习经历 人家学校是要去 这个被调的啊 就人家这个学校都有这个被调公司 要去给跟公司的 就是你实习的公司的这个人 要取得联系 然后要让他给你做一些survey 一些调查 那你这个地方就过不去 但你把它写成项目经历的话呢 就你反正已经做了嘛 就是你真的如果有做一些事情的话 你就把它写上去 也算是你个人的一些能力的一些体现 但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是申请学校啊 但如果你的这份简历 要拿去申请一个职位的话 你这个你要是还是写在这个 这个这个工作经历里面的话啊 那公司他如果把你查出来的话 就就是这个你好不容易 都已经做到走到最后一轮了 对你都已经做到 final round这个面试了 因为不太会有公司 一开始就去做被调啊 只要你说哎 这个公司要被调我了 那基本上你就是在最后 或者是已经确定拿到offer 或者是在最后最后的阶段了 他只是需要去验证一下 这个真实性 那么我其实前一阵子 有见到一个学生啊 他是确实是之前的这个实习上面 之前简历上面的实习 全部都是PTA 然后当然我没有讲清楚这件事情啊 就是因为你PTA的话呢 就是你需要去找你之前 比如说是中介 还是谁跟你去联系的 你确定有没有offer 然后你之前的这个主管 他现在还在这个公司 因为你的这个所谓的PTA呢 就是你没有经过公司的 这个人事的这个office进来的嘛 你没有这个 可能就是也拿不到 正式的这个录取的这个offer 那如果说跟你联系的这个主管 他要是离职的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公司 其他人就可以去佐证你 有做过这段实习了 所以就是比较麻烦 那这个就是有风险的 你如果确定你要写这个经历到号 这个实习的这个categories底下啊 这个栏目底下 你就是要承担这个风险 嗯 OK 然后其他的 我们有太多要补充的啊 就是刚才有看到一个家长在提问 是这个向学校去申请 这个暑期时期啊 要不要向学校去申请CPT 这个是要的 就只要你有offer 你去跟学校的这个国际办的老师去联系啊 学校这些流程呢 其实在官网上也都写的很清楚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有专门啊 负责CPT OBT的这个专家老师 可以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有offer就去申吧 嗯 这个实习呢 实训的这个是有区别的 美国呢 这个实习呢 有60%呢 是给钱的 就是你干一小时给你多少钱 越大的公司 其实越是给钱 那呢 也有呢 是40%是不给钱的 比如一些小型的公司啊 或者呢 是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医院 特别热门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我女儿她实习 她将来想学医 你学医就需要有几百个小时的这个这个这个在医院的这个经历 那么医院知道你需要这个东西 那么呢 呃 他就不给你钱 都一大堆人愿意来申请来干 所以呢 这个这个 呃 也有不给钱40% 那么还有呢 叫实训 实训呢 就是 你的态是空白简历 你太需要这个精力 那么呢 呃 这个公司呢 他知道你到我这公司你是干不出什么活来的 呃 我呢 给你一个这个机会 让你呢 能够摆脱这个 就是没有经历就没有实习 没有实习就没有经历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怪圈 嗯 那么呢 有这样的实训 那我们后人呢 大概和20家这个公司呢 是有这样的实训的这样的协议的 那么实训呢 就是公司愿意接收你 但是条件呢 就是要有一个教育的公司来支持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实训 那实训的好处呢 就是我基本上呢 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虽然有的公司呢 稍微难一些 有的公司面试呢 是会拒人的 但是呢 因为你还是还是交钱了嘛 那么呢 这个他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你这个 呃 就是这个实在找不着 或者呢 是想要尝试 或者是空白简历 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认为是很有效的 呃 这段时间我们说过嘛 就是你最最好是不要闲着 就是最差的情况是闲着 对吧 那你的 你的这个这个呃 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好的 好的 那个曲老师你接着讲 我对 我在我在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呃 实训呢 它不是你终极解决问题的 办法 嗯 就是它只是阶段性的 这我还是要提一下 我刚才接到 就是我上一页讲的这个例子啊 就是这位学生 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 延尔毕业了 他在找工作了 然后他简历上面 所有的实习都是PTA 啊 当然PTA就是不对啊 他可能也没有实训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嗯 就是这个学生呢 他可能脑子里面会觉得说 只要花钱吧 就能解决问题吧 或者是也确实是能力有限啊 确实也没有找到 但这个就是啊 我觉得就是 呃 有这样的实训 这样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在 可能一定程度上 是能够帮助学生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 实训呢 你第一年去参加 对你是有帮助了 但你高年级呢 我们还是希望去支持你去 在这个公开的求职场上面 去真正找到 呃 这个实习嘛 就是你也可以去拿钱 对吧 你这个之后也可以找到全职的工作啊 这就是一路一步一步的就 呃 就走出去了 呃 这个 当然包括 像有一些学生 他要去这个申请 这个研究生 但他之前 其实就是起步太晚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要做背景提升 那这个你参加实训呢 去去及时的帮你去提升一下这个背景 也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确实呢 有一些学生和家长 呃 这个会觉得说 实训我就是一路这样走上去 哎 我就是 一般这里 我会找到全职的工作 这个思路是不太对的 啊 而且有很多的 呃 这个 学生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 那我既然是付钱进来的 呃 我就是要跟上课一样 啊 我上课有教授带我 呃 这个有助教催我 你这个时机 我进了公司也是一样的 就是得有人负责我 嗯 没人负责我不行 嗯 这个 我就 我就觉得 这东西很水 我也 我也做不来 嗯 确实就是这个思路 思路上还是要做一定的转变啊 就不管怎么样呢 你在学校之内 啊 这个 你上课 跟你去在学校外面 去跟公司 啊 做实习呢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还是在公司的这个setting里面啊 就这个维度里面呢 是需要自己更主动啊 更更加的这个积极的去啊 这个去去输出啊 然后也要去表现自己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能力的锻炼 就所谓的这个啊 职场的一个能力 或者说职业素养 它到底是什么 呃 其实我认为职业素养的话呢 就是一个变啊 被动为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因为你学习期间呢 你一直在被动 也不说被动吧 就是 你也是在被灌树支持啊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 你是在由外向内去汲取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从学校出去以后呢 其实你一直都是在 从内向外去这样去啊 给出去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转变吧 像很多参加 比如说这个快车道的学生啊 就是我们找工作的项目的学生 我们都是要花 一定的时间去帮他 先去纠正这个思路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思路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从 可能稍微被动一点 变成一个非常主动啊 积极的 就是我怎么样去销售我自己啊 怎么样去展现我自己 那你只要是在求职的 这个维度之内啊 不管你是做时讯也好 实习也好 找工作也好 怎么样 只要进了这个维度里面啊 咱们的思维都是说 我要去展现 我要去积极的去销售自己啊 是这样子 好啊 这个我们下一页的话呢 从下两页吧 都是在介绍我们的 这个已经有了一些 时讯的项目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专业啊 不同的这个学科啊 会有不同的职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展开 每一个公司都详细的做介绍 大家可以截图 然后后台来咨询我们的老师 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时讯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你这个 现在就是说我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啊 就是可能已经你去 自己去找也找不到了 就我们老师天天是泡在这个 各大的这个求职的这个平台上的 现在哪一些专业 还有哪还有多少职位 每周大概更新的频率 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学生 去投递去求职 那么当然就 你如果说是你这个 已经要毕业了 就确实是没办法了 你就是硬要上 硬要去求职 那OK去咨询一下快舍道 我们还是能够去服务的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也只能去这样去硬上了 但是啊 这个你要是 你要是找实习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呢 你确实可能就是找不到 那你还是有被选项的 就是去参加时训的项目 至少你这个夏天 得是有事可做的 全职的话呢 你是没有办法 拿时训项目一直去 就是我一直就是 拿时训项目去参加 因为你这个全职的话呢 你是要到OPT期间的话呢 你到了第一年结束 你是要走这个OPT extension的 就是人家社会对你 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呀 等等啊 或者是公司的资质啊 都是有要求的 就是你以外说 你也就是得找到一个 全职的工作啊 所以它只能是你的一个过渡 不能是你的一个 终极的一个选择啊 就还是那句话 咱们在不同的阶段 看什么样的项目 是适合咱们自己的啊 对 然后第二页也是这个 有些项目 大家可以截图 OK 好 然后我这边呢 再讲两个项目啊 然后以及说咱们的这个 简历上的一些问题 项目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两个项目 都正在招生中啊 两个科研项目 一个是 这个Samuel这边的一位教授 就是刚才的 这个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啊 咱们也提到很多次 这个学院是全美第一的 排名第一 就业也排名很高啊 也是第一 那么就是说 这个学院的一位教授 出来做的这个科研的项目啊 那么这个 它是跟Uber公司去合作的啊 就它 它其实这个项目呢 包含两个部分啊 其中一个部分呢 是跟Uber公司去合作的 所以你能看到的一些数据呢 都是真实的一些用户数据啊 这个就跟我 我刚才其实前面有提到说 你如果是做学校的一个作业 会不一样 因为你学校作业呢 你能拿到的数据呢 可能都是一些公开网络上的数据 对吧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 不管是跟教授去合作呢 还是去跟公司去做实习呢 你拿到的就是 Exactly 就是这个公司的 或者是教授他自己的 这个内部的一些资料 就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就你看到的是真实数据 就真实世界的数据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呢 也是会教授带着你去做 也是这个市面上的 这个一些热点话题的一些分析 当然现在还不确定 是什么类型的热点话题啊 那么这个项目呢 它是进行六周 然后我左边呢 给大家放出来的就是一些 当时参加完 我们的项目之后啊 他又去申请了这个研究生的学校 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申请的 这个结果吧 就是学生和家长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张一个截图啊 那么这边可能对学生和家长 会比较关心的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强调 就是我参加科研呢 是增强我的学术能力 那么学术能力和学术背景呢 它其实是在这个 你去申请研究生的这个阶段 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就是说 能不能获得教授的推荐性这一点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 非常实际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是教授也反复去这个强调 就是说对于表现好的学生 他是非常非常愿意去支持的 这个就是从左边这个录取的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有好的学生呢 他其实自己跟教授呢 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connection 就是一个沟通 然后教授呢 他的这个推荐性呢 都是自己写 然后自己去提交的 都是教授亲自通过学校 就CMU学校的这个邮箱去提交的 所以他这个真实性啊 还有他这个含金量啊 都是很高的 当然啊 咱们得好好的完成 就是别有些学生就觉得 哎那我交强了 我进来我就跟教授混一混 我就还能拿个推荐性 没有这样的事啊 就在我这儿 你这关都过不去 我们进了项目就理学知识 不是让你来混日子的啊 好 那就是这是第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项目呢 这个这个项目的名额 已经不多了啊 已经不多了 他是UCB的另外一位教授 那这个学院呢 也是全美调去查的话呢啊 也都是排名非常非常考前的 不是一就是二 啊 就是没调出过前三啊 是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一个六周的项目 然后他的啊 侧重点 我稍微在 我刚又露说了 太急了 对这个侧重点呢 就是说咱们第一个项目啊 卡内金贝隆大学的这个教授的项目呢 他是侧重于分析 就是商业分析 商业决策 商业智能 数据等等 这些大的方向 还有AI 就是你要再往上 因为你数据 你再往上走 你就是AI嘛 就是这个方向呢 是比较适合咱们的 所以比如说你是学统计 对吧 你是学这个数据的 你是学这个人工智能的 计算机的 或者是稍微文科一点的 商科类的 这个都可以去参加这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项目呢 它也是计算机里面 但是它会更偏向于图像 就是图像学 所以你对这个图形啊 或者是建模啊 或者说 这个一些图像的 这些软件的 这些操作非常感兴趣的啊 或者说你可能到了这种设计 也是比较偏向于 计算机的这个方向的 咱们都可以去报考这个项目啊 那这个项目的话呢 它现在 我估计剩的名额不多了 我昨天吧 后台的老师才跟我说 可能也就是一两个名额吧 就是 那么这个夏天呢 它是唯一一个班啊 像上一个项目的话呢 咱们其实 也是有两个班的 就是你夏天可以有一个班 你秋季还是可以有一个班的 但是像现在这个UCB啊 就是现在PPT上展示的这个项目 它只有一个班啊 手机只有一个班 OK 然后左边呢 也是贴到了 就是说 参加班的这些学生呢 他对于参加这个项目的一些感受 以及他申请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向 咱们这两个项目 感兴趣的老师们 感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 也可以截图 然后后台来咨询我们的老师 好 然后我们想展现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一直为什么反复强调实习和科研啊 就是它对于真正你拿到啊 这个美国硕士录取 它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啊 这个关系 就是如图 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统计啊 就是所有参加过实习和科研的这些学生呢 他们 这个收到美国前50的这个硕士录取的这个offer呢 是达到400家的啊 这个就是刚才程老师也强调 就是说呃 你可以 其实你这个数据呢 我们统计也好 你自己去看也好 这个都是公开的 就是有很多学校呢 它会有这个resume book 就是它会把学生的这些啊 简历呢 都这个拿出来啊 弄成一个像像像册子一样的东西 那么你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这些学生在进入他的这个研究生学员之前呢 他的啊 这个经历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就很直观啊 这个有科研有实习的学生的这个比例 一定是非常就是呃 这个已经怎么说呢 就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了 就是你要去申请研究生的话 OK 然后这边呢 就是也是我们的呃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统计啊 就是占这个美国前50的名校的这个offer 呃 可以看一下 一段的有这个74% 然后啊 随着这个这个段数啊 增加啊 它这个比例确实是就是占的会比较小 那当然就是说你最少 你看你要是占 你要是想在这个里面是做到 这个可能是百分之啊 做到百分之七十 那你就是得有一段嘛 你要是再往高去做 你好像冲刺更高的学校的话呢 你的这个啊 背景提升的这个项目呢 就也是要同比去增加的啊 OK 好 然后这个offer里面的话呢 就是你看top10的 我们有这个13% top30的有将近40% 其实你这两部分占下 就等于说百分啊 就是前30的吧 咱们就整个就占到了百分之五十啊 然后其他可能到啊 这个30到50吧 就也占到了这个 剩下的这个百分之四十八 OK 好 我们现在稍微再提一下 就是你怎么样去 合理的去包装你这个暑期的 这一段实习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很多的项目 对吧 就感兴趣的家长 咨询 那你参加完这个项目 你要怎么去写在简历上面 就首先有一些点呢 你是可以 完全就是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呢 你去 也不是说夸大它 或者是包装它啊 你就去调整它 比如说你学校一些课程 有很多学生呢 他就是无脑啊 去把所有的这些课程 都列在自己的简历上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你去申请 什么类型的研究生的学院 或者什么类型的工作 你就去写跟他 最相关的这些课程 就足够了啊 不需要去列什么 写作课程啊 什么英文课程啊 这些就不是很关键了 然后再就是你的这个职位 就是所谓的职位呢 就比如说你之前参加过实习 对吧 就有些学生 他就会只写一个intern 或者是写一个studentintern 其实这个呢 就是有点拉低了 你的含金量的 其实你应该写 跟这个职位 最相关的这个title啊 这个这个职位的名称 就比如说 我就是做一个数据分析的 那我就写 我自己是data analystintern啊 或者说我是做一个software的 我就写 我是software developerintern 就是你要把这个职位 点出来的话呢 别人就很清晰的看到说 OK你的这个东西 他做的是什么领域的 那我就更有兴趣说 OK如果是跟我领域相匹配的话 我就更有兴趣去看 之后的内容了啊 这个就是说 你在职位上呢 不要太谦虚 你是可以写全的啊 甚至写的跟 全职的职位一样 但是你后面也跟个intern啊 就是你不要 这个这个假装说 自己是个全职的人啊 OK 然后经历的成果顺序 还有内容的这个顺序上面 其实都是 有一些办法去写的更好的 有一些这个实习的话呢 确实有很难 就学生会反昆说 我这个可能又做了一个月吧 就做了一个月 我确实没有什么成果等等的 这个是很难去编的啊 所以就是我们会希望 学生就说 你一定要在做项目初期呢 你就了解到你这个项目 它最终需要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产品的一个形式 你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你就要知道 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因为有太多学生呢 思维还是比较 就是比较固化吧 就是他会觉得说 OK 别人让我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就好了 其他的不是我的事 我就不要去关情就好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其实在写点灵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他写不出东西 他不知道他做的这个A 他给这个公司带来的 是什么B的这个结果 他并不了解啊 所以就是我们说 你在入职的时候呢 其实就应该去主动 去了解这个东西 这个就又回到了 我之前提到 就是说 你在整个实习的 这种setting里面 或者是求职的 这个setting里面 一定是积极主动的 他就不是说受课的形式 教授会告诉你 这个知识是什么 你用这个知识 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你用这个知识 你忌讳它 你就考试能得到A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 那在职场的这个setting里面 你自己不去了解的话 你很多东西就是 知不了它这个全貌的 OK 那么经历的这个成果 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再说这个经历的顺序 还有这个内容的顺序 那么经历的顺序呢 一定是时间到序 就是我最近做的这个事情呢 你就要放在简历 比较靠前的位置 这个是基本的逻辑 但是有一个 是你可以不遵循的 就比如说你 两个月之前做的这个事情呢 它更贴近你的专业 比你现在做的事情 更贴近你的专业 我们会建议 你把它就放在前面 就是做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内容的顺序呢 就是说你要把你做的 这个最精华的部分 你要放在最前面 这个就是内容上的挑战 这个就是包装 这个就是所谓的包装 因为你要说 你真正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就这么多 它不管是哪一段排在前面 或者是哪一个结果排在前面 它就是这么多 但你怎么去包装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在里面 然后包括一些技能的这个排序 或者是技能一些程度的一些书写呢 在简历上 它都是会有一定的技巧的 所以这边呢 也是粗略的展示了一个对比吧 就是一份是没有改过的简历 一份是改过的简历 它大概就是整个在观感上啊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差别 那当然细致上 比如说每一个剧 怎么去调整 这个都是整个在 比如说我们求职的辅导里面 都会去做的一个服务 OK 那么还有一些踩雷的点呢 这个是我们最近 因为我们快车道服务 这个也已经很多年了嘛 但我们最近呢 确实是 就是被一些学生的这个 你可以理解成为造假的简历吧 就是有打击到啊 就是为什么 学生现在拿到简历 就是我们想要去好好辅导 但是他之前的这个经历呢 实在是写的就是 很难让人辅导呀 就是一个是他写的 这个职位过大 就是比如说 像我刚刚说的 你在这个全职的职位后面 你一定要加英特尔的 因为英特尔就是 人家给你发offer 人家就给你发成英特尔offer 人家给你发的 不是什么manager的offer 对吧 你就不要去放 那么过大的职位 我们真的有见过学生上来 就是说什么director的啊 说什么这个manager的 什么这个 就写的很大 当然他也不是说 什么公司里面的 他可能是自己啊 做的一个 这个可能是就是 比如说是自己 这个跟同学一起创立的 一个什么公司 或者什么什么类型的 就反正就是名堂也很多 但他这个职位 就写的非常的大 但他里面的这个经历呢 却又写的没有那么的 就不是你这个职位 去做的这个事 就是很浅 但你职位又写的过大 这个就容易让人一眼 看出来就很假啊 再一个就是这个经历呢 成果就是太过于宏观了啊 就是这个简历 怎么感觉一些 好像是CEO能写出来的 这种调调啊 就是什么 这个我去这个 这个就是监管啦 或者是我去调整了 什么什么策略了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还在学校的学生的话 你是一个intern的话 你是不应该会接触到 这样的事情的 就第一个是职位过大 第二个是内容过大 就是还是犯的是同样的毛病 然后再就是数据作假 这个数据作假很多啊 就是其实你数据假不假呢 这个专业内的人 他一看就是能看出来的 然后包括你前后经历的 这个逻辑呢 是不对应的 就比如说你其实是在A部门做的 但是你说了是B部门 C部门的事啊 或者说你这个逻辑应该是 有一到二 但是你其实写的是有三到四 这样就反正 这个行业内的人一看是 肯定是能看出来的 你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或者还有一种 就是说你短期之内呢 你过多的精力叠加 就有些学生呢 要去冲刺研究生的申请 或者是他要冲刺 这个毕业去找全职呢 他就是在短期之内 他可能就是在上学期间啊 比如他9月份到12月份做了一段 12月份到3月份又做了一段 就是一直在重复的 就是叠加这样的精力 或者是他这个时间是重叠的啊 他去叠加过多的精力 这个都其实不算是好事啊 真的不算是好事 你最好的简历就是说 你在比如说你上学期间 我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我每一个学期的这个假期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假期 我是去做事的 那你首先你这个事情呢 你做的时间就长 其次呢就是 别人能从你这个简历里面 看到一个你的一个 就是职业规划的一个增长 而不是你在短期之内 你就快速的去 那当然大家也会知道 你这个东西 是从哪来的 你是买的还是怎么样 对吧 你这个经历 是怎么来的 就是他们也会质疑 所以就是不要把 这个看简历的人当傻子 所以大家都能看出来啊 然后再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 这个这个这个 合理的这个发展规划 就是这个其实最后一点 跟这个倒数第二点 是一个逻辑线啊 就是因为你过多的 这种经历的堆积堆叠啊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发展的规律 其实不是很 很通畅啊 而且就还有很多学生呢 在这个简历上面 完全没有一段中小型的公司 它直接上来 全部都是大公司 就我接到过这样的学生 我就是 我就让这个前妻老师 我去问他 我说你这个是真的 自己找的吗 一问一个不值事 那就肯定不是自己找的 就是这个别人也 也能看出来 就人家做HR 都做多少年了 人家一看就知道说 你这个东西 水分是有多少的 这个不给你发面试 也是很合理的 你不要再说自己 我这都是大公司 为啥他不给我发 不给我发面试 对吧 就是你这个真实心 太缺失了 还有这个技能的增长 也是一样的 你第一 你三年前做的 这个实习的经历 和你去年做的 这个实习的经历 你就是你这个书写的 这个过程 一定是要让对方看出来 你这个技能 是有所增长的 你不能三年前 你是在做这个会议记录 你一年前 你还是在做会议记录 那你这个会议记录 这个点 你就没必要写两次嘛 你就写一次就够了呀 你这个技能的增长 是如何体现的 对 所以就是 五条会包装的简历呢 其实你看上去 好像感觉 它该有的都有 一个一页的简历 显很满 你细看 其实就是采来的东西 会非常非常非常多 好 联系我们 OK 我们这个 把快车道呢 也放在这边 因为我刚才看到 后台有家长在问快车道 那快车道 它就是扎扎实实的 去为你找工作的 这样一个服务 就是你 就是要到了找工作的 这个时间节点 我就是要 这个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就要求职了 咱们就上快车道 那么它的这个服务的 这个层面呢 就是从 整个求职的各方各面吧 就是你的简历 你的面试 然后你的这个 各个求职平台 你怎么样去投递 那快车道里面 也是包含了 投递的这个部分的 然后包括 怎么去跟公司的沟通 然后怎么样去约面试 然后怎么样去锻炼 怎么样去准备这个面试 然后锻炼这个面试 然后怎么样 比如说公司 再跟你去 这个谈判 这个合约的 谈判这个 offer的时候 该怎么去做 然后包括 你如果是找这个实习的话呢 你就是要办理CPT 也是包含在服务里面的 如果是找权势的话 你要办理OPT 这个也是包含在服务里面的 就是它是一整套的 你只要是针对 一个特定 特定的这个招聘季的 这个工作 就是你去 你去参加这个快车道 就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是长线的啊 就是还是回国的话 刚才加拿了 问这个双楼旋的 如果你是长线规划 比如你现在就是大二 就说实训是这样 实训是付费的 确实是付费 你怎么理解它 就是实习加培训 那么培训的部分呢 就是由教育公司来完成 比如说你的简历 比如说你的面试等等 这些部分 那当然你这个专业性的部分呢 就是公司 它是有一定 培训你的义务的 就是比如说 你可能哪一些东西 不是很会啊 那它教会你 然后你再去做 那么如果你真正到了 这个公开上 求是这种实习呢 你进去 你要跟人家说不会 那它可能就不给你 这个任务了 或者它给你 就是你会的 就这个中间会有个差别 所以它其实就是实习 但是会有我们教育公司 和公司 倾注一部分 培训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然后大一可以参加 它对这个年纪 是没有限定的 然后费用麻烦联系后台 然后双螺旋是这样 双螺旋呢 它是一个就业力 和学业力同步 帮你规划和提升的 这样一个服务 所以双螺旋呢 它可以也适用于 很低的年纪 那它可能高年纪来说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的适用了 因为高年纪呢 你其实就有更明确的需求 比如说我就是 要找这个研议 我就是要找这个 这个实习 我言而就是要找这个全职 那么你就直接进快车道 这是对你最有利的 那么双螺旋呢 就是在你年纪 还比较低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大一 你进来呢 我们就会有 各个维度的吧 就比如说在这个 就业力的层面上 我们会对你进行测评 然后对你的这个 求职的方向 去进行一个定位 然后包括每一个阶段呢 都有这个行业导师 去帮你去进行 这个约谈去准备 然后包括在各个阶段 也会包含这个实讯在里面 就等于说双螺旋呢 它是一个集合 集合的这样一个服务 就是在每一个时间节点 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帮你规划好 你不会感到被迷茫 那这个是就业的部分 那学业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选课 你在这个 每个学习的选课的 这个阶段 然后包括你可能 在本科阶段 就已经有了 上研究生的这个需求 有这个打算 那你这个研究生的 这个申请 该从什么时候 我开始去规划 就这两条线呢 我们是定型的 去帮你去做规划的 就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学生呢 在读本科期间呢 他就是一个目标 我就是申请研究生 对吧 他就觉得申请到研究生了 就万事大吉了 但其实他就业力的部分呢 就完全没有做过 任何的培训和提升 那这个就不行 那因为你到了研究生 你快毕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这条就业的 这条腿是断的 我走不起来 那双螺旋呢 就是保证说 你不管是你大一进来 大二进来 还是大三进来 你任何时间断进来 我们就把你的 这两个方向呢 都给你补齐 这样你到了最后 真正要就业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更多的信心 就这两条腿 你就是站住的 这个就是双螺旋的意义 但是双螺旋呢 它更多的时候呢 是要去量身定做的 因为学生的这个 他的这个所处的 这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对吧 他的这个水平都不太一样 所以是没有一个说全套 就是我就是一套双螺旋的服务 剩余所有学生 这个是不太对的啊 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服务 感兴趣的学生呢 和家长啊 咱们就是来具体来咨询一下 这个有个YII问 说请问PTA全称什么 PTA叫part-time associate 就是part-time assistant 就是办事助理 那么他在这个 就是我说呢 有家长有这个受骗体制 就是他这个 你买这个服务的时候 你不说我这是PTA 我这是非法的 我这是红线之外的 这个他不会这么说 他会跟你说呢 我可以保证你得到美国大厂的实习 他会保证这个 那你想美国大厂实习有那么容易保证吗 你不想想你的学生什么都不是 你凭什么保证得大厂 那这个就是 就他实际上就找的是 就他实际上就找的是所谓的这个 大的公司的这个个人 来给你做这个私人助理 那你要问的就是 好 你给我保证大厂公司实习 我需要大厂的这个公司的这个HR 公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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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部门 给我正式的这个这个面试 给我正式的offer 我需要这个东西 如果他拿不这个东西 那你这就是假的 好吧 这个那就等于说 他跟他来合伙来 来这个盗用大厂的名声 但是那人这个公司 根本当然是不干了 这有一个家长问 这个春牙问 国际学生的实习费 是24小时 24块每小时的标准吗 不是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这个最低工资吧 这个在美国呢 这个这周呢 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讨论 这个大家可能也看新闻 这个有很多最低工作讨论 在美国呢 联邦的这个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资呢 是每小时7块2毛5美元 比如说宾州 就是美国有大概现在有50个州里面20个州 是坚持这个联邦的标准 就是7块2毛5 但是呢 很多这个民主党盛行的这个州呢 就擅自把自己这个州的这个最低工资提高了 他说的提高呢 是为了增加这个这个员工的待遇 但是呢 实际上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这个工资提高了 雇主就不愿意雇了 比如说呢 在这个西雅图 最低工资应该是这个15块一小时吧 就是这个联邦的两倍 好像在加州 是加州和纽约 好像纽约就上了一个有新闻 就是纽约的外卖员 一小时最低呢 要付这个这个20美元工资 然后结果呢 这个餐馆就回手 就把自己的仨外卖员就开了两个 因为他顾不起了嘛 这个一小时20 那一小时你说10美元他能顾得起 一小时二美元顾不起 然后呢 加州也是这个提高最低工资 结果呢 这个可能前天这个苹果 苹果是一般是不裁人的 苹果一下在加州裁了800个人 那就是我顾不起你了 那我到亚尔三纳州 我到我到宾州顾人好不好 为什么要在这跟你折腾呢 所以呢 你说的这个这个一小时24美元 我不知道你是这个这个凡尔赛呢 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一小时24美元是非常非常高的工资 你怎么来算呢 一年是20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么24美元乘2000小时呢 就是48000一年 所以呢你是年薪48000这个水平 而且你是半时的 你不是你不是打包这个卖出去的 所以呢这是很高的工资 如果你要是有这个一小时给你24美元的这个工资的话 你赶紧立刻飞速去拿到它 OK 这个有的公司呢 给的工资很高的 我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双螺旋的一个学生 这个从大一就跟着我 现在呢是大三 他一个月之前吧 告诉我他拿到了这个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实习 暑期实习一小时55美金 那这当然就很好了 55美金就相当于一年 那是11万美元 对吧 那那那我很为他高兴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公司都能给这么多的 这个 你这个这个 有没有工资 或者甚至是你要是 交点钱去来得这个实习的机会 我认为这都不重要 因为这就是一个台阶 对吧 我现在我没有这个水平 我先有一个台阶 先上去 然后再有下一个台阶 再有下一个台阶 因为这个 求职啊 这个工作啊 工资啊 它是一定是一直都在上涨的 对吧 我我我我这个 这次我暑假是不给钱的 下次呢 是这个 给最低工作 那下次是给高点 那下次给高点 对吧 我说那个 我们那个双螺旋 那个孩子也是 开始实讯 他就标准的 从实讯到这个 就是给人钱的 到这个实讯他做了两段 然后呢 到这个不给钱的 呃 然后呢 这个到这个 这个 这家公司呢 说你你你你下下期再来吧 我我一定给你钱 那就喜欢上他了嘛 然后呢 然后再到是找到55 55块的这个大厂 呃 所以呢 就是一步一步来 这个呃 我不认为这个实习 给台阶工资是好事 这样的话呢 呃 这个当然对学生是很好了 但是呢 这样会让这个工作机会会减少 好吧 我是我现在这个这个态度好像是越来越共和党了 这个这个呃 我还是觉得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公平市场的这个条件是比较好 这个呃 不要去政府呢 不要去插手去管说 呃 最低要付多少钱啊 这样的只能让这个 呃 怎么在美国求职啊 就是职场这方面的 我我简单说一下就是 其实你们每个学校呢 他都有一个地方叫做career center啊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资源 是会帮助你的 但是比较基础啊 所谓的比较基础就是说 如果咱们还停留在 我完全不会写简历 我完全不知道简历上有什么样的要素 应该包括不应该包括 那其实可以去利用一下学校的资源啊 就是像这种就业中心 哎 他都会有免费的啊 都是跟对所有的学生都公开的 但是他确实没有办法做到 比如说针对不同的专业 或者说针对你个人的经历 去再详细再去打磨你这个简历 啊 这个是有困难的 所以如果是到了后期的话呢 找啊 校外的一些资源 就比如说我们去帮你是有必要的 但前期啊 这些基础的这些知识啊 确实学校可以帮你解决 没法这个学校解决非常有限啊 比如像华大西雅图 像UC圣地亚哥 这都是有4万学生的学校 他们career center 就是面对学生的这个顾问 大概就是10个人的样子 对吧 那他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他们很多的精力呢 都放在如何来给这个学生 就是学校来办这个career fair 因为career fair他能挣些钱嘛 就是公司拜摊啊 有摊位费 嗯 就是招聘会 他很多东西做这个 也很忙 但是呢 对个性化的这个支持呢 并不多 对 其实career center 对就是招聘会 他们是最忙的时候 是 好 今年本科五 今年本科五月 比九月是读研 想找今年暑期 或者是之后的实习 来得及吗 就是本科深研究生的 这个暑假啊 也反正你有点难了 就看你是什么专业的吧 因为现在有一些专业 是我们基本上 可能每周就只能说出来 十来个更新的职位 就可能就是投起来 会非常的麻烦啊 你想这十来个 有很多人要跟你一起去竞争的啊 就不是说 你到了秋招春招的时候 有大量大量的职位放出来 让你去找 让你去投 你还可以去找到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 没有了 现在很多职位 就是你穿你只能投 因为就量上来说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看你是什么专业 但之后肯定是来得及的 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 美国招聘的时间线 因为我看到其他有 加拿大也在问啊 他美国呢 是招聘时间线 是有两个季节 一个是秋招 一个是春招 秋招的话呢 它是从每年 大概八月开始啊 有一些专业啊 有些个别的行业 它开始的更早 比如说金融行业 有些金融行业 你甚至现在 就已经可以看到 明年的职位了 它就是放得非常非常早 那么其他正常来说的话呢 都是你从这个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 这几个季节呢 都是秋招最旺的时间点 然后到了十一月 十二月初也会有 然后到了十二月底呢 就是要放假嘛 点着新年 整个的都是美国的假期 就会停滞 然后一直到转年的一月份 一月中旬开始往后呢 就是春招啊 就是两个招聘机的 第二个招聘机就是春招 那么春招会从一月中旬 一直持续啊 二月三月 四月会有 那么四月再往后的话呢 职位量就会变得非常的少 因为啊 这个正常你 这个入职的话 你前期都需要 一个月机以上的时间 包括面试 包括发offer 包括入职 等等这些事情要去做 那么这个暑期时期呢 或者是暑期入职的这波呢 通常就是五月 五月底六月初啊 他就要开始入职了 那么你往前倒的话呢 确实是到了这个 四月底啊 五月初 其实就没有什么 入职的这个机会了啊 当然有个别的啊 就比如说一些 小公司 他没有去遵循这种招聘机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这个人离职了 我可能就需要 两个月之后 下一个人就要入职 就他赚得很快 那他其实不太遵循 这种时间线 那其他的这个中型的 大型的公司呢 他都还是要遵循 这个基本的这个时间线的 因为要跟公司整个 他的一整个财年啊 他怎么样去计划 他第二年的这个 招聘的这个 这个方式啊 对吧 他招聘的这个节奏啊 等等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时间线呢 是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到的 我刚才看到 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家长问说 这个现在上车还来不来的 就是现在硬上 还来不来的 就是我刚才 有说过了 就是如果你 确实现在毕业了 没有办法 我就是要硬要去找 这个全职的工作 那确实是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 失业期在这压着你啊 这个一定要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毕业之后 你去申请了这个OPT 你开启了OPT呢 你只有90天的 这个失业期 你必须要在这个 期间之内呢 找到offer啊 这个要去上报 学校 要去上报 这个移民局啊 然后证明你找到 这个工作 才能够去合法的 留在美国 你这个90天 要是过了 或者其实你可能 差不多到90天的时候 你都得买机票 你不能 这个非法滞留啊 如果是非法滞留 你在入境的话 都会有困难的 所以就是你 如果是确实找全职的话 那咱们就是得 这个硬上了 就只能去 这个硬着头皮去找了 OK 这两个问题啊 是家长经常问的 就是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始 这两个问题 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标准答案就是 我应该从昨天开始 我应该这个早开始 而不是到了延二再开始 或者到大四再开始 你早开始就能够有更多机会 是不是来得及 标准答案就是来得及 因为你不做 你的结果是零 对吧 你只有做了 才可能去有这个结果 那么呢 这个虽然这个 这个徐老师讲 说呢 现在的职位很少 但是你不投 你就没有机会 我们这个快车道 是全年开放的 我们是针对一个求职计 那你说呢 我这个到了现在 这个还有六周 五周就暑期开始了 我还没有找到 那你就更应该找了 更应该全力找了 更应该是 有这个自己找啊 有顾问啊 有快车道啊 有这样团队来帮你啊 那你说结果 是不是能找得到 这个不一定 但是你不干 是肯定找不到的 好吧 这个很好的 你是意识到了 这个暑期呢 本科毕业暑期要实习的 那么呢 你就找就是了 实习不行就实训 而且呢 在这里边还涉及到 身份转换 那么身份转换呢 我们如果在快车道同学呢 我们也会有 这个身份转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给你的帮助 这种反而这件事 我给你这个什么呀 给你这个 这个 这个说一下前两天有一个案例 我们一个快车道同学 这个还没有找到实习 然后呢自己 就也没跟我们老师讲 就去申请OPT了 结果呢 OPT申请了 没申请下来 就是就是 你OPT的申请 大概通过率93%吧 这个移民局的数据 那他就是这7%的 结果呢 就抓瞎了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 不在填表之前 你为什么不在做这个之前 就找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 我们 你已经买了这个服务了 这个 这个 能帮到你了 哎呀 这就是 就是 有的孩子吧 他就是 过度的自信 就是这个 最后弄的 弄的 又得要 这个 这个 紧急的 这个 来 来补救 对吧 所以不要这样 这个 还是 把这个事情的 一步一步做稳 好 这也是由国际经济和金融 硕士在美国就业率如何 明年五月份毕业 怎么样 对 是不怎么样 我有 我有接过这个专业的学生 然后明年五月毕业 这个暑期怎么弄 最好是能够 找得到实信 不行 就实信 你总得有事干 你不能没事干 然后 明年五月份毕业的话呢 就是你九月份 这个 这个八月份 你其实你基本上 你七八月份 就得开始考虑 这个秋招的 这个事情了 就这个秋招 一定一定要够上 就是也不能等到说 像今年这样 我明年 五四月份的时候 再说我毕业的时候 我这个智慧该怎么弄 就一定是提早 一年去筹划这个事情 不行就二术 而且如果你要想在美国上岸 你二术不要再在你这个约翰霍普金斯的商学院 干二术了 他们学校的商学院是可以做二术的 一年就可以拿到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用 读二术就是为了就业 如果你读了二术也就业不了 那你可能还得读三术 这个我们有这个 有专门的这个二术的这个项目的支持 对这样的学生支持 这个约翰霍普金斯的商学院呢 这个不是不好 它很好 就是它建立很多的 你跟这个业界的关系啊 让你感受很好啊 所以呢 你如果是将来其实回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如果在美国呢 我认为这个还是很困难的 好 请问每本CS专业 大二跟教授做过两段科研 但是没有发表论文 直播有希望吗 直播有希望 就是这个 你这个这个接着做科研 我们这个博士的这个规划呢 大概是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就是得一步一步来 博士规划其实很多地方是教你怎么来沟通 我不知道你什么叫两段科研 这个两段科研 这个是校外的说法 这个一般校内呢 是持续的这个科研 所以呢 接着做科研 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 这大二还来得及直播 但是再晚可能就就得再读硕士啊 或者再再怎么样的了 这个你可以来单独来咨询一下吧 好吧 来着急 请问程航老师 本科ASU商学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专业 在美国的就业情况如何 哪个专业 什么学位 哪个学校 在美国信息 在美国就业系统情况 这个要 我们有数据库 这要给你查一下 有这个 这是在我们的那个offer的那个分析的这个服务里 好像 450美金吧 这个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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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服务 就是我们可以给你查到 某一个学校 某一个专业 他具体的这个上岸的数据 而且这个上岸的人 都是在哪个学校工作 都是在 不是在哪个学校 在哪个公司工作 挣多少钱 在哪个城市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些什么职位 这些都可以 所以你具体来查一下 好吧 芝加哥公共政策硕士和南加州数据科学研究生应该选哪一个 这也是 这个offer分析 但这个这两个其实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公共政策硕士上岸的学生 这个 但是就它底层还是说你要对就是公共政策这个领域是要感兴趣的 就是你别觉得我什么数据科学我随便搭一个 这个行业 我就我就去上了 就你还是得真的对这个行业是得感兴趣的 就要不然的话 你要不就去还是学一个大类的这个数据科研吧 数据科学吧 请问程老师美研MIS专业好就业吗 我不知道你那个学校啊 这个我不是说这个 CMU是 上岸最强的 这中国学生上岸最强的学校排第一嘛 它的最多的专业不是CS 就是上岸的 是那个MISM 是那个信息系统管理 就是这个 要看你哪个学校 然后呢 看你的情况 这个 也是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这样的具体的数据你约一个offer的分析这个服务我们会给你这个实际的数据然后呢会给你一个小的一个报告会这样的 请问老师割大精算数是在美国好就业吗 精算在美国是非常好就业的 但是怕就怕你读不下来 这个精算呢 它有大概是七级啊还是几级我具体记不清了就是有这个考考这个级应该在学校里面呢能够没毕业的就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应该能考三级还是两级就你只要考完这个级以后就工作就会来找你就怕你考不下来这个我以前有学生这个很好的学校精算那最后呢就考不下来这个最后呢去干别的别的东西就有了 很可惜你就好好考就是了这个非常非常难考而且呢你这个嗯以后你工作就知道你考完这个级以后你老板会主动来找你来加钱这个这个是很好的你就考就是了 但你如果不考级你是没有饭吃的这个精算是一个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这个执照的这种这种行道我们这次回国呢讲了几个这个健康领域的强执照的这个行道就是强执照行道意思就是说 你要学这个专业有这个执照你是基本上一定能有工作的呃这个讲了几个包括像物理治疗啊像这个 验光师啊验耳师啊呃什么这个语言治疗师啊什么像这样的专业嗯还是现在还是蛮蛮有用的呃那医疗之外呢呃你像这个精算是一个强执照的专业 然后呢这个叫这个什么就是那个法律是强执照的专业 呃其他的专业呢不太强执照这个比如说像CPA 虽然会计呢也需要执照但是并不是说你有执照就一定能有到工作就是他他呃对这就是这个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就是一些一些行道呢是基本上呢你有执照就是一个充分条件就是您能找到工作的一个一个这个充分条件 但是很多呢是呃不是的嗯好 下面好请问卡梅的信息系统硕士和康奈尔的信息科学硕士哪一个更好就业 你是哪个学院的啊你是汉兹学院的还是那个人本学院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啊是哪那你是哪个学院的 如果你是mism这是这是这是史上最好就业的这个这个你就去学就是了再汉兹呃这个还有一个南加大什么南加大排第二的也是很好很好就业的 康奈尔康奈尔啊康奈尔是康奈尔是康奈尔是藤校里面的老莫啊大家有有人觉得啊康奈尔这个学生太多什么太水但是康奈尔最近他在这个他的工程学院计算机是完全碾压了其他的藤校包括哈佛包括这个 这个歌大宾大很强的然后呢这个他的是藤校里面的这个第二个进入这个中国学生这个就业的这个这个种子校的这个学校是很强的所以呢这个也也不错但你具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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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offer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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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选一个我们这个选offer这个服务吧这个这个确实确实很有用好吧因为这个我先跟你说都是感性上的 这个到时候你得看具体的数据而且他的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去的是哪里什么这些具体数据好吧 机械工程专业大二现在找实习来得及吗如果可以找有什么途径推荐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机械工程我念这个问题是就是我们之前啊从去年秋招开始吧有好多机械工程的学生啊然后这个成果都很不错 然后机械工程呢是在啊去年秋招还有今年春招的时候呢都是大了个职位啊就复苏嘛整个行业 所以啊确实咱们错过了这个秋招和春招啊但没关系啊反正今年秋招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抓好啊那途径呢其实找工作的途径嗯就是这个你有往生的有学校的对吧有这个啊校外的校内的都是各个各个渠道啊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夏天的话呢你职位量确实不多了啊这个机械工程的不多啊反正他要不要就是说走时群保一下啊这个起码有事情去做 然后你这样你到了大三这个这个秋季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好啊时间线你错过时间线你讲其他的都哎其实就是你这个你肯定没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人家市场上都没有职位了你去投什么呢对不对行吧这个也是标准答案就是就是这个这个现在开始先开始呢可以数期时讯 然后呢这个呃这个呃这个秋招快车道如果你要是太想极端点呢你可以数期拿时讯来保底然后呢同时也做快车道就是我就愣身我就我就找这个相关的啊小公司啊什么本地的公司啊愣身嗯这样也可以 嗯当然就是有个别个别专业是是还是还是在拿面试的就是我我这周还有两个学生继续在拿面试就我们也很惊讶 当然我们可能投的投出去也比较早吧就是在等啊最后一轮然后这个像教育的也是投出去之后呢就有面试当然这是个别的行业啊你不能就总就总体来说啊你还是就是这个季节确实已经过去了啊好啊然后我们再下面一个问题嗯CMU春季啊是春季入入入这个专业啊研究生的这个工程与技术创新管理和圣路易斯华盛顿 信息管理如何选择都是春季的吗首先春季入学是很不利的我不知道你是中估计你是中国的本科这个这个如果你是美国的本科你非得是早毕业了春季入学你就是自己做自己啊 这个春季入学如果你是中国的本科最不利的呢就是美国的移民局的规定呢是这个要两个学期之后才可以办这个CPT有的学校呢很严有需要这个要求不严CMU就是要求不要严的嗯那么呢你这样的话你就会面临着这个暑期嗯没法干 你可能只能干点视讯就你有实习人家想要你你也你也不行嗯所以春季入学是很难但是你说呢我我不愿意等我愿意向过来那也可以嗯这个是面临的这个东西具体你说是CMU哪个专业什么男家的哪个专业真的你去弄一个这个offer分析这个要看具体数据的好吧这个我们空口说不行要看具体数据 你就你就你就无脑去弄一个这个吧这个其实很很很省你的时间和精力好吧好实习面试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注意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第几轮面试啊因为嗯就是笼统一点讲啊实习它是会有很多轮的面试的啊你这个第一轮呢啊通常都是这个公司的HR来面临然后后面都是做事人来面临所以你每一场次呢针对不同的人来面他会有不同的策略 啊我们现在是会让学生呢在就是正式面试的时候呢去录音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就当然就如果他觉得自己这方面确实是嗯这个需要得到帮助确实比较差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他录音因为你这个现场的发挥和我们比如说线下因为我们有这个外籍老师呢是这个这个常常年啊就是在线啊就是帮学生去辅导这些啊英文的表达呀逻辑的思维呀等等的但是你即便你线下练得再好你有时候学生呢他到了这个现场呢他就变形了啊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录音 你就录下来我们到底听听你这个现场发挥是什么样的然后有时候你这个现场的这个应变能力也非常的关键啊所以确实也看到很多学生呢嗯线下很自信啊跟所有的老师都说哎这个都很很厉害很棒然后我们一听录音就漏洞百出啊这个所以就这个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注意很多在不同的这个环节吧我们可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我很高兴你问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面试呢这个 很多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同学家长不重视因为我这次回国才知道啊原来中国很多的职位是不面试就能进的我在美国将近30年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职位哪么是实习生的职位不面试你能进去的你折腾了半天你去改简历去投递去去搜索去弄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个面试对吧那你这个面试 我跟你说了嘛面试它它是要考察你求职四个方面对吧前两个就是你的学校是哪里你专业什么这个就直接看成绩单就完事了看简历但你这个人靠不靠谱你以前你能来我这干什么呃能不能够创造假这就是靠面试来来来来这个这个知道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面试面试我觉得呢你一定要要要练像我们这个快车道我们的这个学生我们都是给这个外籍这个导师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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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的这样的这个辅导的哎有些人就是不去就到了这个面试前一天说哎我明天要面试了我要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说你明天就要高考了我今天再来准备那来得及吗对吧然后呢再有一个我想说呢咱们这个这拨孩子呀这个这个00后也好是什么也好我是算是70后啊我就发现是这个越小的孩子呢越自信就是盲目的自信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似的 啊我这都行嗯这个老师你不用管这个这个爸妈你不用管我就我自己面试都可以结果到时候真面试的时候漏洞百出那我不知道你的自信是来源于哪而且你这样自信呢导致你自己的机会的失去那导致我们我们也很很很这个什么呀很很这个这个沮丧啊对吧就给你折腾这么半天到最后机会你自己崩给blue up了你你自己把你的这个这个面试的机会当成练手的机会了 你找别人练手不好吗你去你去好好的准备一下好不好吗你去看这些什么脱口球也好是什么这个演出也好那不都是事先要要要要写稿子事先要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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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才知道我到时候该怎么样 你进了一个职位以后 你好好干呀 然后什么return offer 咱们中国的孩子其实呢 干活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得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这个快车道就是这些东西 改简历投递面试指导 面试就这些东西你就干吧 这个没有什么新奇的 什么不是说你去什么 什么弄个课听听这个 这个谷歌的什么哪个人的经验 听听这个花旗银行哪个人经验 这没什么用的对吧 就得自己要一步一步的来提高 这都是实际的东西 东北大学硅谷校区研究生的计算机专业咋样 东北大学硅谷校区 东北大学啊 他的我那天见到他的那个国际的副校长 他们现在就是各处办校区 什么这个西雅图啊 硅谷啊 什么北卡呀DC呀 什么多伦多呀 好像温哥华还有一个校区 反正这个这个他离这个什么吗 离这个求职的这个公司近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想学这个 不能说想学知识吧 就是如果想做科研 想深入的探究 那么你最好去东北的本校 因为他其他这些校区我都去过 就是我有一个视频是在他的那个西雅图的那个校区门口拍的 西雅图校区还算他是这个各个城市里大点的校区呢 就是一栋楼 呃别的可能就是一层楼或者一个楼的几层 这个你在这样的地方呢 你好处就是你离雇主很近 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呢 你没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 我我我开玩笑就跟上社区学院一样 全是晚上上课 而且教授呢 有的也是也是这个兼职的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他的这个这个不好 就是他这是不好处 好处呢 就是你离这个公司近 反正呢 他的这个就业导向 所以呢 这要看你的情况 好吧 这个看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在美国这个这个上岸 那么呢 这个可能对你是有利的 但是你当然还有别的选择了 这个如果呢 你的目标是我要充分体会到美国大学的这个精髓 美国大学的这种这种活动 大学的这个校友的联系 呃大学资源 那么呢 当然还是东北的这个波士顿的主校区是最好的了 嗯 好 下面 好 路本准备深美言该怎么规划 来怎么规划 那个找学术哥 那个那个 看你是大吉 就一步一步规划 路本呢 呃 这个现在国内好多学校 我看压分压的挺严重的 呃 还是要把GPA搞搞好 然后呢 这个这个申请吧 这个美言不难不难申请 其实呢 这个这个业务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你就做就是 我刚才说了 什么前三十啊 前二十啊 前四十啊 这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看你什么专业了 就来做吧 看你将来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 想这个回国就业啊 还是在美国就业 路本呢 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思维有限制 他想就是 哎 我就是将来要回国 但是呢 可能不是 我说呢 很多到美国来读了这么半年一年的学生 他的观念就会改了 呃 所以呢 这个 呃 所以呢 有这个在美国能支持你的团队是很重要 你说就是一个申请 你国内随便找一个顾问 就能帮你来申请甜甜表 但是呢 能够持续的支持 能够让你走这个 对的这个路 能够这个在这个升学 在海外支持 在就业都能帮到你的 后人可能是 呃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吧 嗯 加拿大实习对于美国求职有帮助吗 CS专业 你你美国工作这么好 这些什么 这些好的计算机公司都在美国 你为什么要跑加拿大去实习呢 你想在加拿大工作 你直接就去加拿大去读个读个书 呃 你还是在美国实习 而且在加拿大这种 你只要人在美国 你做远程的实习 你也是需要这个CPT的 尽量在美国实习 但比国内的好 啊 要是简单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OK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 他可以接受背景调查应该是 对对 在西马尔的 第五十一个州 好 没有实习转专业申请硕士可能吗 转专业 没有实习转专业申请硕士可能 转专业的条件不是你有没有实习 转专业的条件是你有没有先修课 就是你转专业一般都是要转计算机 计算机的话 呃 你你这个这个数据结构学过没有 算法学过没有 要学这个 要不然你你你你不会这些玩意儿你那个研究生课上上不懂的 至于你是不是有过计算机类的实习这个不重要 所以这个转专业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二硕的一个组就专门专门是帮学生做这些的这里他包括一些学术的一些规划 要不然你转专专专专业转专业转不了的 要如何争取拿到以后的转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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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 这个快车道就是给他这个投简历啊然后什么最后找到特斯拉的实习特别高兴然后从那个 抓紫要就开车就去特斯拉了结果呢这孩子就是很很踏实很靠谱然后当然也很努力了这个 然后呢这个那天就是在群里问说那个经理问他说呢能不能下个学期这个先别上学了在这在这多干一个学期 他问我可能性这个怎么样因为那边他拿钻着高大的offer呢 这个我说我说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你当然要要要留下了当然要多干了实习对你这个更重要 而且呢我说你就找一个时间你这个经理高兴的时候就问他说能不能把这个给我变成全实 哎结果过了学校过了多久啊过了两礼拜吧是吧 他说对这个变全实了对吧那你这高兴性拿到这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offer了你那个你那个哥大什么哪哪大的也别去读了 就就就就就去干吧所以呢就是得靠谱得听话得这个这个让人觉得你这个能干 得这个有眼力见对吧你说你就去跟个大爷似的 那你当然拿不到这个特斯拉的好份了 嗯这还有一个实际的因素就是 我也不是泼冷水啊 但如果确实这个行业在 收缩的话 你有可能拿不到这个特斯拉的好份不是你能力的问题 是人家根本没有扩招 然后根本就没有这个新增这个职员的这个可能啊 就这个就是他们没有 拨这个拨这个款呗 就没有这个 钱呗去雇这个新的人 所以这个是是有可能的 就当然你也不能完全说我表现得很好 我为什么最后没有拿到retoffer我整个人就就崩溃了 就是这个也要注意就是说整个行业发展整个经济环境对吧 这都是有影响都是关联的 对然后如果有家长和朋友们对于啊这个科技类的这些专业和职位 为什么啊这几年会下落的这么严重的话可以去参考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视频啊 我跟啊何老师当时有讲的一期视频 就是里面有研究一些数据啊 这就是他的这个职位的这个回落啊 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当然不是说就是从此就一直回落下去啊 就一直跌到谷底啊 就是大家就是这个你找工作嘛 总是要了解整个市场的经济环境啊等等的 你才心里面有底 就有些学生嗯 确实我我凭着良心说以他这样的简历放在两三年之前 他肯定是能找到工作的但现在确实就是有困难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啊 呃我们的有些行业导师也说 现在很多senior的人也找不到啊 就是职位更高的人被裁了之后也找不到工作 就是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给你打鸡鞋啊 就是你一定能找到 哎一定能申请到 这个就跟所有的教育的老师都说你一定能考到清华 我相对来说还是较理性的 就是咱们客观的看待 你的能力在哪里 是场的空缺在哪里 你怎么样去做能够啊 最大可能的去找到啊 去去match到你自己 把把你跟这个职位连接到一起 咱们去找这个点啊 但是就是近人是听天命嘛 好吧 另外呢就是你要有这个实际的一线的经验 有数据的研究 我们这个后人求职和这个F1hire 我们收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我们数据甚至可以多到美国的这个领域的 这个咨询公司来跟我们合作 就为了来这个得到这样的数据 我们可能马上要发一个数据的报告 对吧 那你这个你是你是基于数据的这种 这种决定 这又不是一个盲目自信 或者是瞎忽悠这个方面 你去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有多少学生上岸 我们就有这样的数据 别的人就没有 我赶紧保证 现在你去别的一家任何机构 他没有这个样的数据 对吧 那你这个我们这就是积累 积累出来十几年 我们的这个积累这个经验 对吧 那么这个就得来做 那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国内这个想做 说啊 多少学生想在美国找到实习 全举手 多少学生已经找到了 就一个举手的 多少学生在用这个F1hire 在用这个软件 没有 有俩在用 我说你们就第一件事 你们都用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就是让你的这个 就跟我是用这个比来算数 还是用我这个计算器来算数一样 对吧 计算器怎么看不见了 用计算器来算数一样 这个计算器算数就厉害 但是你说呢 我是不是有了计算器 我就能上清华了 我就怎么样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辅导了 不需要这个快车道 不需要什么之类的 那有的人可能可以 有的人可能就还差一点 那你要是想尽全力 那你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努力 而且我们这个快车道 我们的这个后人求职 是能看到我们后台的这个数据的 所以这个就是 它就是一体的 对吧 所以呢 还是多努力 好吧 好 我集中回答一下 就是关于时讯的这个问题 有好多家长在问 首先费用的问题 这个得咨询后台了 因为这个跟你做的这个时长 还有这个公司的选择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统一的 所以你要去后台来询问 而且你是什么专业 对吧 你匹配什么项目 这个都是要先匹配 才能告诉你的 然后有家长问 现在大一能帮找这个 属颜的项目吗 可以 但是大一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 很多的是受限制的 然后比如说 你现在能不能去用CPT 去找这个实习 再一个就是说 市面上针对大一 大二学生的实习呢 本身数量就非常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就是这个就是 当然咱们也可以理解 假如你大一嘛 你也没有什么专业课的知识 你就是其实你 你做事的能力 就是跟一个高中生 没有什么区别 那公司开设这样的项目 它也只有说大公司 比如说它开设这样 培养年轻一代的这种项目 会有 但是你要说 你是一个中型公司 小型公司 你要不要有大一的一个学生 他肯定是不要的 他顾你 他也没什么用嘛 所以说 现在你要去找的话 我估计是没有了 肯定是没有了 就是这些名额 因为它少 所以它被抢 就是它的这个竞争 就非常的激烈 那如果你现在大一的话 我会建议你 直接进食训 这是最好的选择 好 很实在 就是你大一的时候 你去找实习 就是你就跟个 跟个白地人 跟高中生 没啥区别 对吧 那我要你干什么 我这个公司是搞金融的 是搞软件的 对吧 我们很忙 我为什么要带你 对吧 那可能食训就不一样 因为食训我是有这个目标 我是和教育公司来合作 我是要培养你 那么是这样的 所以呢你就 所以你就有的人想着说 哎呀 我要是进不了什么花旗银行 我就不实习了 那你不是自己给自己 自己找麻烦吗 我要进不了清华 我就不上大学了 这和大上大学还不一样 就是说 你这个实习是要一步一步走 所以你早开始 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把自己的能力逐步提高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个心要静下来 早开始 好吧 我也刚才跟你说 这个 你不要看人家 这个一小时 能够在摩根斯坦利 挣五十多块钱 这个眼红 人家是经过 人家大三才干到这一步的 人家大一大二 这个都是在这个小公司来实习 甚至是两次的实训 两次是交钱去实习的 那人家最后能达到这个目标 你说我听说家长群里谁说 我一下就能找到一个好的了 我有一个孩子 是我们的一个学生 在那个Panoma College 就是那个非常好的文理学院 确实很厉害 这个孩子 他本来应该是那个录这个布朗 结果呢 有点失误 没进步了 现在大一 这个 这个 这次回国 妈妈告诉我 已经找到这个实习了 而且这个学校就很有钱 就说呢 没关系 你去这个实习的话 你如果公司不给你钱 我需要给你补 我需要给你补工资 一个月三千 对吧 然后呢 就就找到了 而且公司还给钱呢 对吧 那有这样的厉害的 但是 但是你 你老看这样的厉害的 有用吗 对吧 你这个看着别人的孩子上清华 你听人家分享去清华的经验有用吗 因为你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自己 提高自己的这个水平 对吧 这就是很实际的东西 好吧 请问计算机博二了 以前实习经验较少 是应该多开始实习了 还是要抓紧搞 研究发论文呢 抓紧搞研究发论文 读博士就跟你这个 出家一样 你出家的目标就是升天 就是让别人升天 就是这个念经 你得把这个经念好 你的这个科研搞好了 你将来也可以去这个公司 也可以去这个教书 你既然选定读博士了 你就好好的把博士读好 这个实习对你不重要 发论文对你重要 而且你论文发好了以后 在博四博五 就可以直接办这个绿卡 当然你要发的是比较厉害的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好好发论文吧 好吧 这个为什么要用CPT 这个CPT呢 是比如说你是国际生 那么你如果要在校外 去进行实习 然后如果说这个实习呢 他也要给你给工资的话呢 你这个你就是必须得有 学校的这个许可 你才能去的 或者说你哪怕是没有工资的 就是你只要在校外去做的话呢 你都我会 我们都建议你最好去申请这个CPT 因为它是国际学生 在校外打工的一个资格 就它其实不难办 就是完全不难办 就是你只要这个符合一定的 这个资格之后呢 比如说你是一个全职的 这个Food Time的这个国际生 然后你上完一个学习的课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CPT 那么你只需要拿到公司的这个offer 并且offer上呢 当然这个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 但是就是offer上 它会规定你offer上 一定要有的一些信息 然后你拿着这个offer呢 去跟学校去申请就可以了 那么申请的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会这个跟学校不一样 有些学校是半个月 有些学校可能时间久一点三周什么的 但是这个确实是不难啊 比起后面这个OPT子来说的话 有个家长在问这个美国CS的岗位多吗 这个问题呢 我也都会建议咱们去听一下 上一次我跟何老师的这个讲座啊 就是我们在讲座里面呢 有分享一个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是这个Indeed的 就是它美国这边很大的一个照片网站 也是最主流的几个照片网站之一啊 它的这个职位量 那么在疫情之前呢 其实大家都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点 然后这啊不是疫情之前 就疫情发生的时候啊 都在一个比较低的点 然后在这个2022年 因为美国出来了很多刺激经济的一些政策 包括给大家发钱啊 然后包括政府有很多的新的这种政策 然后就激发了很多的这个啊 就业的这个增长 所以在2022年的 哎哪一个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个职位呢 它都是曾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后来呢啊 这个刺激的经济的这个政策过去之后呢 大家这个所有的这些职位呢 都在一个下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下滑的这个点上啊 这个点里面 但是可以看到呢 很多比如说像金融啊 或者像marketing啊 之类的岗位 或者会计啊 这类的岗位 它就是下滑 但是它滑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比之前 就是疫情的这个最低点呢 是要高的 但是所有CIS这边的这个职位 它就是它还在下滑 它现在是趋于平稳了 但是它下滑的这个低点呢 其实跟疫情的这个是比较持平的啊 甚至有些 有些月份它还是会低于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能够看到 确实是它自己的这个行业是在啊 当然这个不是说 这个行业之间你要去横向对比啊 这横向是没法对比的 因为你要看计算机 它本身在疫情的那个 之前的那个 或者是它最低点的 它那个最低点 可能就已经比很多其他专业 这个最低点 是这个是要高了的啊 所以不能横向比较 我们就是说 本身这个专业 就是这个行业之内的 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 确实是它回落的是比较明显的 它甚至都维持不在一个 增长这样一个趋势 OK 是受影响 所以我刚才 就是要在程老师讲的时候 有补充一点 就是你要看大环境 你不能抛开大环境 你去谈这个 这个所有这些就业数据 这是我觉得是会有一点 太过于就是 为了为了这个 这个这个 把这个这个场景显现的 就是说这个未来是好的啊 然后去说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不对的 你就是要看这些大数据啊 这些大数据不好就是不好 但是你要长线来看的话呢 呃 这个肯定还是好的 它不可能这个行业 就就此就萎靡不正了 这不可能 延一暑期回国了 是不是影响实习了 延一暑期回国了 是做事了还是没做事啊 不是说回国了会影响什么 就是你回国 如果你也在做事 那影响会小一点 如果你回国什么都没做 那确实是受影响了 因为你延一是你整个研究生期间 唯一一段就是剩下的这个比较长时间的 可以去实习的这样一段时间了 你再往后你比如说你到了延二 你第一学期一入学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这个去找这个延二毕业的这个全职了 对吧 你就没有在实习的这个机会了 所以肯定是受影响的 呃 如果是说的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已经回了 还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还是要尽量去找实习去做 暑期找实习有公卡会有优势吗 只要你有公卡你就一定有优势啊 但是呢 呃 你没有公卡 其实问题不大是 是的原因 就是说你找 就国际生找实习啊 是不需要雇主去 呃 sponsor你 就是所谓的这个支持你做任何东西呢 他不需要 呃 你只需要拿他的offer去办一个CPT就可以了 公司不需要帮你去支持你的身份 这些是完全不需要的啊 就 因为我们见过有些学生呢 他在找这个实习的时候 他会主动去说 说哎 我自己是国际生 那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你们能不能接受我 什么他自己去提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会建议你在找实习的阶段 你没必要啊 因为公司不需要做任何 呃 这个这个动作去支持你的啊 就你只要拿到offer就可以了 好 目前零还有暑期实习机会放出来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以投吗 这个我也是我们上一次讲座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这个 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放出来的职位 但是你得学会如何去甄别 他是真职位还是假职位 确实假职位在理应上比较多啊 比较多啊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职位的这个描述的内容呢 特别的简单啊 就可能几句话就说完了 这个大概率是假职位 嗯 然后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他是重新啊 post上来 就他重新发布的 这个是他会显现出来 就他有一个地方写着repost啊 重新发布的这个 然后你要看一下 有多少人去投递了 如果他是重新发布 加上百人的这个投递了的话呢 估计可能也不是一个真职位 或者你要再确认一下 就点到他的官网的平台上面 去看一下啊 公司的官网平台上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职位啊 因为很多原因吧 就是有些公司 他必须就是保持 他的这个市面上 是有这个职位 是要发布出来的 很多原因 有法律的原因等等 啊 这个 所以 这个领域上呢 现在 po出来的这些假的 还是挺多的 因为 整个的这个招聘的 这个时间线上来说的话呢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尾声了 就不应该有大量的职位放出来 那如果是 大量放出来的话 你得看一下 是不是一直在 重复的 投递 重复的这个post出来 重复的再贴出来 这个职位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 如果需要这个 有刚才提到的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的 最后的实讯项目 还有科研项目 以及快车道服务 和双螺旋长期规划 有这些需求的家长呢 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后台 找这个 学术哥 然后 我们也会 就是每一个项目 都可能会有单开的 看你具体的需求是什么样 比如说OPT CPT的管家 因为刚才有很多 关于OPT CPT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有针对性的需要 老师们帮你去办理的 这个我们是有这个管家服务的 然后包括有 带头的服务等等这些 下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是针对美颜申请的 是这个专门针对咱们的艺术啊 游戏设计 还有动画专业 其实我刚才有看到 调到这个 就是留言板里面 有家长在问这个动画相关的 然后包括这个游戏相关的 我们也有很多 找工作的学生呢 都是这个专业方向的 就是这其实是一条体系吧 就是说你申请这些 特定的这些专业方向 它会有这个专门的 我其实之前上一次讲座 也其实有提过 就是说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想跟大家来专门 把这个艺术啊 游戏啊 还有动画呢 这几个专业找工作的 这些要点呢 可以单独来做一期讲座 这个之后吧 夏天有时间的时候 给大家找一个时间来做 OK 好 差不多今天就是 咱们讲座的所有内容 然后有问题的 或者是没有解答到的 问题的这个 这个家长和 这个学生朋友们 可以咨询一下 我们的后台的老师 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